第1721章萧叶魔君 片片黑光散落在天空中 飘摇飞舞 缓慢地往一起聚拢 神圣狂暴的雷霆力量 对鬼斧有着明显的克制作用 雷霆虽不能直接轰杀鬼斧 却能将其重创 使其无法快速恢复力量 也难以重新凝聚 趁此机会 龙婆婆身影一闪就突出重围 飞到了30里外的天空中 她站在云层中 释放出强大的神势 朝四面八方延伸开来 方圆两百里区域 都被她的神势笼罩 一切情况都了若执掌 她能清楚地探查到 百里之外的天空中 杜神使和柳神使 正被数千只鬼斧围攻 虽然两人伤痕累累 看起来狼狈凄惨 但两人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还能抵挡住鬼斧的围攻 不过 龙婆婆最担心的 还是云摇合计天行 她的神使搜遍方圆两百里 也没找到两人的踪迹 奇怪 云摇和天行呢 凭他们的实力和手段 就算非洲崩碎了 也不会丧命啊 龙婆婆皱起眉头 满腔忧虑地怡喊着 她在高天上及时飞行 释放神使展开地毯式的搜查 三十席之后 她把周围都找遍了 还是没能找到 继天行和云摇 不过她探查到 天空中残留着云摇合计天行的气息 还有一些蛛丝马迹 通过这些线索 龙婆婆斟酌分析了片刻 便得出了结论 既天行和云摇并未被鬼斧杀死 应该是被鬼斧劫走了 于是 龙婆婆连忙拿出一块古老的青铜螺盘 施展密法探查云摇的位置和踪迹 幻影山脉中 某座山脉的地底深处 地底岩石层中 藏着一座黑暗阴森的洞窟 其中充斥着森冷血腥的魔器 洞窟的入口 有两尊高达睽萎的魔兽守护着 这两头魔兽都有原神境七重的实力 外形猙獰 通体子黑泛红 散发着浓烈的煞气 洞窟的最深处 有一座空旷的山洞 足有方圆数百丈 洞顶上镶嵌着几颗零零星星的月光石 散发着柔和的荧光 为山洞带来一丝幽暗的亮光 一高一矮两道身影 正站在山洞中 低声交谈着 为首者 是一位身高两米有余 体型壮瘦如铁塔的黑甲壮汉 此人皮肤有黑发紫 浑身长满了浓密的毛发 穿着一身冰冷的黑色台甲 肩披着星红的披风 宽大的脸庞呈黑紫色 五官方正 异于常人 浓眉大眼中有一双暗紫色的眸子 闪烁着这人的胸威 毫无疑问 这个黑甲男子是魔族强者 他的实力达到了渡截境巅峰 距离五圣境也不远了 站在他身边的矮个子 是个身高一米 浑身不满鬼闻的光头孩童 正是鬼童 之前在神虚中 他被济天行摧毁了肉身 仅剩下一道元神 逃之夭夭 此时他已重新凝聚了肉身 与之前一模一样 但是 细看之下便会发现 他的肉身还有些残缺 力量也有些不弱 他显然还没恢复元气 实力大幅跌落 还要数十年才能恢复正常 萧叶魔君 这次行动你可有十足把握 你要知道 祭天行并不好对付 还有落神山的龙婆婆与他同行 龙婆婆可是五圣强者 我们若是计划失败 不但无法完成任务 还有可能陷入险境 鬼童望着身旁的黑甲男子 语气凝重必说道 被称作萧叶魔君的黑甲男子 不懈地撇了撇嘴 露出一抹轻蔑的冷笑 鬼童 你之前两次遇到祭天行 都没能斩杀他 还被他打成重伤 本君看你是吓破胆了吧 竟然惧怕一个原神境的小爬虫 鬼童皱了皱眉头 压下满腔羞愤和怒意 传声说道 萧叶 既天行身怀剑神血脉 你千万不能小觑他 而且本君最担心的是龙婆婆 她毕竟是武圣 萧叶抖了抖背后的新红披风 咧嘴冷笑道 本君身为第三魔君 难道你以为 本君办事会像你那么愚蠢吗 本君的三万鬼符 并能缠住龙婆婆和两个神使 将祭天行抓过来 反正我们的目标是祭天行 只要敢在龙婆婆抵达之前完成任务 就大功告成了 鬼童点头道 既然你如此有信心 那最好不过 但你要记住 我们在落水神国的地盘上 必须速战速决 才能全身而退 萧叶魔君只是咧了咧嘴 并未多说什么 神色颇为狂傲自信 就在这时 空旷幽暗的山洞中 忽然刮起一阵狂风 刷 一道巨大的黑光漩涡 凭空出现在山洞中 急速旋转着 来了 萧叶魔君看到黑光漩涡 便挑了挑眉头 嘴角擒着一抹冷笑 他挥掌打出黑光 施展一道秘法 便解除了黑光漩涡 刷刷刷 巨大的黑光漩涡 迅速分解成数千只鬼符 如群鸟归零一般飞向萧叶魔君 眨眼间 那数千只鬼符就缩小体型 变成指甲盖大的黑光 钻进萧叶魔君的体内 他肩头披着的新红披风上 立刻冒出了密密麻麻的黑鸟图案 黑光散去之后 两道身影从空中坠落 砸在山洞的地面上 这两道身影是一男一女 男的英俊神武 女的冰冷圣洁 正是纪天行和云鸟两人 萧叶魔君挥舞双掌 打出上百道黑光 朝两人飞过去 刷刷刷刷 眨眼间 纳上百道黑光就像绳索一样 把纪天行和云鸟绑成了粽子 两人被禁过了法力和元神 犹如木偶一样无法动弹 悬浮在山洞中间 不过 两人都瞪着双眼 目光愤怒地盯着萧叶魔君和鬼童 看到鬼童也在场 既天行当即怒火中烧 咒骂起来 鬼童 竟然是你这个恶心的怪物 上次在神虚中 我亲手毁了你的肉身 却让你侥幸逃过一劫 没想到 你这怪物还敢跑到落水神国来撒野 真是自寻死路 鬼童怒暮瞪着他 双眸中露出冰冷的怨毒之色 冷笑道 纪天行 这次本君看你往哪里逃 你必死无疑了 萧叶魔君迈步走到纪天行面前 上下打亮他几眼之后 才与其几次的冷笑道 本君还以为 能两次击败鬼童 把鬼童打成重伤的人 是多么了不起的强者 没想到 却是个孱弱如鸡的小爬虫 真是令人失望 第1722章修罗式新虫 萧叶魔君的语气 极尽轻蔑和讽刺 他打亮纪天行的眼神 也仿佛在看一只蝼蚁 纪天行怒火中烧 双目中涌动着灵力的杀鸡 鬼童也是无比羞愤 却又不敢对萧叶魔君发作 只能强忍着 萧叶魔君 纪天行绝非等闲之辈 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萧叶魔君根本不把他的话放心上 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 这种蝼蚁般的小角色 本君一指头便能碾死 一边说着 萧叶魔君还伸出宽大的右手 掌心终弥漫着浓郁黑光 朝季天行抓去 季天行被黑光绳索捆扶着 根本无法动弹 更不可能反抗 刺刺屡屡的死亡黑光 钻进他的胸膛 立刻开始蔓延扩散 他胸口处的皮肤和血肉 在死亡黑光的腐蚀下 立刻溃烂成黑灰 一蓬蓬散落在地上 血肉和筋骨被一点点腐蚀 发出滋滋滋的清响声 眨眼间 季天行胸口就现出一个碗口大的血洞 露出里面的淡金色骨头 无与伦比的痛苦 顿时令季天行痛不欲生 浑身剧烈抽搐着 整张脸也扭曲变形了 但他紧咬着牙关 只发出几声痛苦的闷哼 绝不惨叫或求饶 萧叶魔君见他如此硬气 顿时咧嘴冷笑道 呵呵呵 竟然如此能忍 这份忍耐和定力 倒是让本君刮目相看 李这个小爬虫 确实有资格让本君亲自出手 说吧 他掌心中的黑光浓郁几分 威力提升一倍 随着滋滋滋的清响声传出 季天行的血肉皮肤加速溃烂 被腐蚀成大片黑灰 痛苦加倍来袭 令季天行浑身抽搐 神经都扭曲麻木了 云摇在一旁 心眼目睹季天行被折磨 季愤怒又心疼 双目中狂涌出冲天的杀气 可他被禁锢着无法动弹 甚至无法开口说话 不能发出半点声音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季天行受折磨 愤怒的目自欲裂 也无可奈何 鬼童看到这一幕 不禁皱起眉头 出声提醒道 季夜魔君 既然季天行在你眼中是蝼蚁 你折磨一只蝼蚁也没什么意义 倒是我们的时间紧迫 你别忘了我们的任务为重 若是拖的时间长了 等龙婆婆赶过来 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季夜魔君的手掌停顿了一下 头也不回地答道 鬼童 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不仅没抓到季天行 还被他打成重伤 失去肉身 甚至 你还被他抢走了龙京 现在你是戴罪之身 本君才是此次行动的执行者 该如何行事 本君说了算 你只是个引路者而已 季夜魔君不仅藐视季天行 对鬼童也十分轻蔑 当然 他只是嘴上这么说 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实际上 他也知道时间紧急 必须尽快完成任务 他目光森冷地盯着季天行 沉声赫令道 小爬虫 本君给你唯一一次机会 乖乖交出剑神血脉 本君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季天行被痛苦折磨得浑身冷汗 额头轻轻暴跳不止 面孔也扭曲着 他缓缓抬起头 目光冰冷地盯着季夜魔君 一字一顿地道 吃 心 妄 想 该死的魔头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灰飞烟灭 哈哈哈哈 季夜魔君顿时放肆大笑起来 语气残忍地道 既然你如此硬气 那本君就亲自来取 一边说着 他那粗壮结实的右手 穿过记天行胸口处的血洞 伸进了胸腔中 他一把握住了记天行的心脏 掌心中勃发出汹涌黑光 疯狂吞噬心脏中的血液 那是记天行的心头精血 最纯净的血脉 黑光刺破了他的心脏 很快就汲取出淡金色的血液 涌入消夜魔君的右掌中 滚烫的淡金血液 蕴含着神圣磅薄的气息 散发出无比强悍的力量波动 记天行痛苦欲绝 生不如死 肖夜魔君却露出满脸猙獰的冷笑 十分享受这种折磨人的快感 然而 他的右掌刚碰触到淡金色的剑神血脉 便传来撕心裂肺的剧痛 吃吃吃 一阵轻响声传出 他那粗壮结实的右掌 竟被剑神血脉腐蚀大半 血肉与止骨都消失了 就连他掌心中的强大魔力 也被剑神血脉净化了 极致的痛苦 令肖夜魔君闪电般收回右手 面孔扭曲地发出痛呼 不 这不可能 他痛苦地身躯战斗 满腔惊骇地低着头 不可思议地望着右掌 只见 被剑神血脉沾染到的位置 全都消失不见了 伤口处焦黑如炭 还冒着鸟鸟黑烟 发出浓浓的焦臭味 那几滴金色的剑神血 也迅速回到济天形的心脏里 肖夜魔君目光猙獰地盯着济天形 咧嘴冷笑道 呵呵呵 你这小爬虫 果然有些闻到 难怪鬼童会屡次伴于你手下 被你害得如此凄惨 没想到 剑神血脉被你酝氧得如此强大 已经恢复了几分神性 九天之上的神灵 向来都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存在 哪怕只是一滴神灵血 也是神圣威严不可侵犯 肖夜魔君的神色变了 不得不收起轻视之心 慎重对待济天形 鬼童见肖夜魔君被剑神血灼伤 暗暗性灾乐祸 语气玩味地道 本君刚才就提醒过你 绝不能小觑济天形 肖夜魔君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微微汗手道 这个爬虫的确有点能耐 不过也仅限于此 本君想完成的任务 还没有办不到的 说吧 他左手掌心中黑光一闪 便现出了一只黑色甲虫 这只漆黑冰冷的甲虫 只有核桃大小 通体覆盖着冰冷坚硬的甲壳 还有十几根尖锐的利爪 甲虫背部的壳上 分布着三条暗红色的血线 浑身散发着无比强大的魔器 显得格外恐怖 鬼童看清甲虫的模样之后 顿时大惊失色 不可思议的惊呼道 修罗式新虫 此物是我族最顶尖的魔物 已有数百年不曾出现过 你怎么会拥有一只 萧叶魔君冷笑道 本君的地位和手段 岂是你这个墨流魔君能想象的 关于修罗式新虫的来历 你不必过问 本君要用这只是新虫 夺取济天形的剑神血脉 吞噬他的心脏与神魂 一边说着 他左手握着修罗式新虫 塞进了寄天形胸口的血洞中 B1723章是心之痛 漆黑冰冷的修罗式新虫 快速钻进寄天形的体内 开始汲取剑神血脉 但金色的神血 拥有神圣威严的气息和力量 能把削叶魔君灼伤 但是 修罗式新虫的体质非常特殊 专门吞噬强者的脏腑 血脉和神魂 他钻进寄天形的心脏中 拼命汲取剑神血脉 金色神血碰触到他 也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和暴躁 身躯不断战斗着 但是 他并未被神血腐蚀成灰 竟然能抵挡神血的威力 追星的刺痛感 习遍寄天形全身 令他身躯剧烈战斗 冷汗如雨下 他的脸色苍白如纸 面孔也扭曲起来 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闷横声 这是真正的誓心之痛 云瑶焦急愤怒到极点 身躯也速速发抖 双目中立刻涌出了泪水 寄天形承受的痛苦和折磨 他也感同身受 恨不得把枭叶魔君碎十万段 轰杀成渣 可黑光绳索不断收紧 死死地困住他 封印着他的法力和神魂 让他无法反抗 更不可能解救寄天形 枭叶魔君看到寄天形 无比痛苦的模样 愈发兴奋地大笑着 哈哈哈哈 小爬虫 你刚才不是很硬气吗 现在你知道本君的手段 尝到生不如死的滋味了 不过你放心 痛苦很快就会结束了 最多半个时辰之内 修罗氏新虫 就会吞噬掉你的心脏 夺取你的剑神血脉 然后 你就是一条卑微的贱命 可以在痛苦中去死了 肖叶魔君俯视着寄天形 嘴角擒着一抹森然的冷笑 眼神十分残忍是血 鬼童也目光冰冷地盯着寄天形 眼底闪过一抹畅快之色 觉得颇为解恨 寄天形把他害得那么凄惨 让他丢尽脸面 受尽了其他魔君的轻蔑嘲讽 即便不是他亲手解决寄天形 能亲眼看到寄天形在痛苦中死去 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安慰 时间悄然流逝 光线幽暗的山洞里 弥漫着浓浓的血腥气 充满了痛苦与残忍的异味 寄天形饱受折磨 整个人都扭曲变形了 一直几乎要崩溃了 一刻钟过去了 他的心脏被噬出好几个破洞 往外鼓鼓冒出鲜血 已经到了生命垂为近乎昏迷的地步 有四分之一的剑神血脉 都被修罗式心虫吞噬了 就在这个时候 魔窟的洞口鼠 陡然传来两道痛苦的惨叫声 打破山洞中的宁静 更有狂暴猛烈的禁风 从洞口关入魔窟中 发出呼啸之音 萧叶魔君和鬼童都身躯一阵 当场变了脸色 凭两人的实力和见识 自然能分辨出来 守在蘑菇洞口的两名侍卫 肯定已经被杀了 那狂暴肆虐的禁气 正是战斗激发的冲击波 两人都释放出无形的神势 朝蘑菇洞口处延伸出去 下一杀 两人都狠狠皱起眉头 眼神变得凝重 来者是一位白发老玉 肯定是落神山的龙婆婆 鬼童语气低沉得道 眼神中充满了忌惮 萧叶魔君也收起了狂傲之色 皱眉嘀咕道 该死的老太婆 就算她是武圣强者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摆脱鬼服的纠缠啊 前后不过两刻钟时间 她就找到了这里来 这怎么可能 她对鬼服很有信心 认定了数千只鬼服能拖住龙婆婆 至少拖延半个时辰 等龙婆婆摆脱鬼服的围攻 哪怕查探到纪天行和云瑶的踪迹 也要耗费两个时辰才能赶到这里 毕竟 两地之间相隔十万里远 等龙婆婆赶到这里时 一切都晚了 她早就夺走剑神血脉 并灭杀了纪天行和云瑶 如此一来 她大功告成 且不会与龙婆婆照面 可她自以为完美的计划 就这样被化解了 她千算万算 却没算到龙婆婆这么快找到此地 沉默了一下之后 萧叶魔君对鬼童传声下令道 走 随本君去会一会那的老太婆 五圣强者又如何 本君也是半步五圣 早就想挑战真正的五圣了 一边说着 她一摆宽大的新红披风 大不留心地走向洞窟入口 鬼童犹豫了一下 指着纪天行说道 萧叶魔君 你去抵挡龙婆婆 拖延三刻钟即可 我留在这里看守纪天行 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让我们功亏一篑 萧叶魔君扭头望着她 双目中露出浓浓的青液之色 冷笑道 鬼童 你竟然如此贪生怕死 你不配做我族的魔君 鬼童当即变了脸色 连忙白手解释道 你误会了 本君绝不是惧怕龙婆婆 实在是不想让计划出纰漏 纪天行非常狡猾 住口 萧叶魔君沉声勿吓道 修得在辩解 纪天行已经被本君的死亡锁链禁锢 心脏都快被是心虫吃光了 她仅剩下一口气 马上就要毙命了 还能出现什么意外 你若是胆怯畏惧 大可现在就离去 本君休于与你为伍 既然萧叶魔君都放出这种狠话了 鬼童再怎么不情愿 也只能点头答应 本君随你去便是 出罢 鬼童直出两口漆黑的双刀 跟着萧叶魔君往外飞去 刷 黑光一闪 两人的身影立刻消失在山洞外 奔赴洞窟入口去了 幽暗的山洞里 仅剩下纪天行和云瑶两人 云瑶一直在拼命挣扎 默默运功 想要挣脱死亡锁链的禁锢 可他被封印了法力 根本无法挣脱 他无法开口说话 只能凝望着纪天行 睁开婆娑的泪眼 用眼神鼓励和安慰他 片刻后 魔窟外就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响 通隆隆的闷响声不断传来 在魔窟中剧烈回荡着 整座山脉与大地 都剧烈摇晃起来 洞顶塌陷许多碎石和泥土 之前还痛苦万分 近乎昏迷的济天行 听到魔窟外转来 巨响 立刻睁开了双眼 无论承受着多么恐怖的痛楚 他的眼神依旧清澈 保持着冷静和睿智 藏天 助我一臂之力 他在脑海中 用神念传音呼唤道 下一杀 一口气黑如墨的古老断剑 刷得从他体内飞了出来 第1724章解杀 萧叶魔君以为 用死亡锁链进过了济天行 就万事无忧了 济天行的法力和元神都被封印 根本使不出半点力量 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云瑶的情况便是如此 毫无脱困自救的办法 但济天行不同 他不能动弹 无法反抗 藏天却可以 萧叶魔君机关算尽 自以为计划周全 却没想到济天行拥有一把神剑 一把有自我意识 能够单独行动的藏天剑 刷 神剑凭空出现 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寒光 数十道黑光锁链 像是有意识一般 立刻朝神剑席卷而去 要将其镇压 但是 黑光锁链挡不住藏天剑的锋芒 刷刷刷 一片刺眼的剑光闪过之后 数十道黑光锁链都被斩断了 死亡锁链的禁锢 出现了短暂缺失和失控 早就续是待发的济天行 当机立断的爆发力量 刷得穿过缺口 逃出了死亡锁链的封锁 下一刹 他脚步亮枪地落在山洞中 面色煞白地捂着胸口 张嘴喷出一股血溅 无数道死亡锁链 像毒蛇一般飞窜而来 还想再次禁锢他 这次他早有准备 立刻催动补天猪的力量 徽章打出一片耀眼夺目的白光 刷刷刷 神圣白光锁过之处 死亡锁链都被腐蚀进化 变成无数块碎片 散落在地上 既天行粗重地喘息着 口鼻中又溢出了暗红的鲜血 心脏遭受重创 见神血脉流逝 让他的力量十分虚弱 随时都有可能昏迷 但他凭着强大的意志力 咬牙硬撑着没有倒下 他运功施展法觉 催动骨天猪的力量 涌出一道阴晕的白光 流至心脏位置 神圣白光立刻包裹了他的胸腔 保护着残缺不全 血流不止的心脏 将修罗式心虫隔绝开来 虽然 神圣白光能镇压住修罗式心虫 使其无法再动弹 但是短时间内 神圣白光暂时无法进化修罗式心虫 能够保护他的心脏不再受损 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至于灭杀和驱逐修罗式心虫 事件非常麻烦 极其耗费时间的事 现在肯定无法完成 祭天行只能用白光保护着心脏 暂时不理会修罗式心虫 他脚步踉跄地奔向云瑶 来到云瑶面前 云瑶看到他成功脱困 顿时惊喜交加 露出浓浓的欣慰眼神 祭天行来到他面前 抬起双掌打出神圣白光 将他的身躯包裹了 顿时 缠绕在他身上的死亡锁链 快速崩溃瓦解 被神圣白光净化掉 短短两个呼吸后 云瑶也安然脱身了 他终于恢复了言语和行动能力 便迫不及待地扶着祭天行 关切问道 天行 天行你感觉如何了 还称得住妈 一边说着 他还拼命催动长生神力 释放出浓浓的暗青光芒 注入祭天行的体内 有了磅礴的长生神力 祭天行快速恢复元气 精气神明显好了许多 他的脸色不再苍白如指 胸口储纳到碗口大的血洞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但他没有运功疗伤 连忙朝云瑶摆手 说道 瑶瑶 不必担心我 现在还死不了 龙婆婆来救我们了 正与两个魔君厮杀 当务之急 我们的逃离这座魔窟 云瑶连忙点头答应 好 我现在就带你离开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再给你疗伤 说吧 他双手搀扶着祭天行 快速往洞窟外奔去 祭天行忍着剧痛 在漆黑的通道中一路狂奔 整整无理远的幽暗通道 他和云瑶只用了数十席时间就飞奔而至 当两人奔至洞窟入口时 才看清周围的景象 洞口已经被战斗鱼颇摧毁 垮塌了大半 十几块巨石和无数尘土 堵住了大半个洞口 洞口位于山脚下 一片聪裕的领海中 此时已经是傍晚 夜幕即将降临了 洞口外的墨绿色领海 早就被厮杀大战摧毁了 方圆几十里都是废墟 萧夜魔君和龙婆婆 早就转移了战场 在离魔窟百里远的天空中厮杀着 声声沉闷巨响不断传来 更有妖眼的光华不断亮起 在天空中闪烁 既天行和云瑶抬头望向天空 便看出了端倪 龙婆婆大显神威 施展出声势浩大 毁天灭地的法术 完全压制着萧夜魔君将其打得节节败退 只是萧夜魔君掌握着许多诡秘之术 近乎拥有不死之身 总能躲过致命的杀招 尽管他身受重创 却能一直缠着龙婆婆 使其无法脱身 见此情景 即天行和云瑶都放心了 天行 龙婆婆足以对付两个魔君 我们不用担心他 嗯 等我们逃离此地 龙婆婆就无所顾忌了 很可能斩杀萧夜魔君 一边说着 两人搀扶着跨过废墟 飞上天空往另一个方向逃去 但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 吸着滚滚杀气 朝两人扑杀过来 刷 这道黑影是个身高实丈 面目猙獰的巨人 他浑身漆黑 长满了浓密的紫色毛发 身躯魁梧壮实到极点 一块块硕大的肌肉 就像是一块又一块黑色岩石 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 他身上有几道血洞 胸口和后背上 还有几条猙獰的伤口 不断往外冒出紫色的魔血 青红的双眼中 更是闪烁着汹涌的怒火 散发出着人的杀气 纪天行 这次你休想逃走 巨人声如红中的爆喝一声 双拳犹如两团血色火焰 狠狠轰向纪天行 纪天行瞬间就认出来了 这个巨人正是鬼童所化 见鬼童杀气腾腾地扑过来 他也被激发了冲天杀意 胸腔中仿佛有火焰在燃烧 鬼童 上次让你侥幸逃跑了 这次你必死无疑 一边怒喝着 纪天行双手并做剑指 打出神秘玄奥的法诀 操纵藏天剑杀向鬼童 断月剑 磅驳浩荡荡的法力 注入藏天剑中 使其变成百丈长的巨剑 朝鬼童迎面斩去 砰 震耳欲聋的闷响声中 藏天剑轰然斩中了鬼童的双拳 爆出漫天寒光和黑气 第1725章灭亡 强大如鬼童 也被藏天剑劈得倒飞而回 砸在十里外的废墟中 砰 废墟大地被砸出个巨坑 蹦践出漫天尘土和碎石 鬼童挣扎了几下 才从深坑里爬出来 飞回到天空中 他的双臂垂在身侧 胳膊以诡异的角度弯曲着 双拳都有一道巨大的祸口 鲜血淋漓 当初在神须中 既天行就能摧毁他的肉身 将他打成重伤 如今他还没恢复元气 实力大幅削弱 既天行却更胜从前 早就从原神境七重 突破到了原神境九重 此消彼长之下 鬼童与季天行交手一招 就被打伤了 怒火雨杀起 让鬼童面目扭曲 显得格外猙獰 小畜生 你已被吞噬了剑神血脉 命在旦夕 还敢与本军对战 他目光森冷地盯着既天行 沉声怒吓道 这句话是在试探既天行的底细 鬼童难以相信 既天行是如何脱困的 为何他被修罗氏心虫啃视了心脏 还能存活到现在 既天行却不与他废话 双手握着藏天剑 拼尽全力地朝他杀去 一剑开天 怒吼声中 藏天剑迸发出冲天寒光 凝聚出一道长达百丈的金光巨剑 这一剑 汇聚了既天行的精气神 还有一丝剑意 只是一瞬间 巨剑就劈杀到鬼童的头顶 鬼童当即面色狂变 毫不犹豫地施展瞬移之法 刷得消失在天空中 他化作一团黑色的魔器 怦然消散了 下一刻 他凭空出现在十里之外的天空中 然而 他顺移逃跑 也没能躲过既天行这一剑 金光巨剑锁定了他的神魂气息 也凭空化过十里天空 轰然劈中了他 砰 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声爆出 响彻云霄 鬼童被巨剑劈碎了法力护盾 头顶标剑出漫天紫血 从天而降地砸进废墟中 大地又被砸出个深坑 裂开许多缝隙 蹦剑出无数泥土 鬼童满身是血地趴在大坑中 痛苦地抽搐着 被泥土盖住了半边身子 他那硕大的脑袋 竟被巨剑劈掉了一半 连同左肩和整条左臂 都被巨剑斩断了 伤口处露出脑僵子 骨头和内脏 还不断涌出紫红的鲜血 遭受如此凄惨的创伤 鬼童竟然还活着 肉身依然能行动 只是 无语伦比的痛苦 让他愤怒地抓狂 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 啊啊啊 祭天行你这个小畜生 本君要撕碎你 一边怒吼着 鬼童直出一把漆黑的长刀 倾尽全力地展出一道惊天刀光 天杀鬼刃 长达百丈的黑光魔刃 吸着毁天灭地的威力 和无语伦比的杀气 从天而降地劈向祭天行 祭天行怡然无惧 面色森然地盯着鬼童 悍然抬起了左掌 鬼童 你的死骑到了 随着他那冰冷无情的声音响起 左手掌心中 喷涌出无穷无尽的金色神燕 神燕立刻凝聚成衣感 时胀长的金色长矛 以摧毁一切 无可匹敌的威势 狠狠刺向鬼童 赤神之矛 通漏 无间不摧的金色神矛 与毁天灭地的黑色刀光碰撞 爆出一道震撼环宇的巨响 犹如雷霆爆明 那一杀 金色神光照耀天穷 神圣灰光洒落长空 漆黑如墨的黑光魔刃 当场被刺得崩溃 碎裂成漫天黑光碎片 鬼童的底牌绝招 劲敌不过计天行的底牌 赤神之矛击溃黑光魔刃之后 威力丝毫不解 又瞬间刺中了鬼童的胸膛 他当场被赤神之矛贯穿胸头 后背露出长长的毛尖 强悍无匹的冲击力 狠狠冲击着鬼童 让他身不由己地倒飞出去 紧接着 是神之矛怦然爆炸 在半空中腾起一团巨大的金色蘑菇云 砰 伴随着这声惊天巨响 鬼童的血肉之躯 当场被炸成鸡粉 暗紫色的血水 好似暴雨般从天而降 洒落在废墟中 鬼童的肉身 又被济天行摧毁一次 而且 鬼童的元神也来不及逃走 被是神之矛闸的支离破碎 散落在天空中 元神破灭 他当然是彻底死亡 祭天行说道做道 果真轰杀了鬼童 两久之后 腾空而起的金色蘑菇云 才逐渐消散了 一片金光璀璨的天空 逐渐恢复了幽暗 黑夜终于来临了 天地间一片黑暗 祭天行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收回了左手 他仰望着天空 伸手打出一道金光 将那几块洒落下来的元神碎片 抓到了掌心中 然后 他催动补天珠的力量 净化元神碎片中的魔器 待魔器消除之后 他才把元神碎片给藏天 做完这一切 他才收回藏天剑 对身旁的云瑶说道 我们走吧 云瑶点点头 抬头望了一眼百里外的夜空 才搀扶他飞上天空 朝渊处飞走 百里之外 萧叶魔君仍在与龙婆婆厮杀着 但他已经是强母之末 难以支撑 被龙婆婆打得伤痕累累 节节败退 鬼童与祭天行的厮杀大战 萧叶魔君也窥见一二 如今 见鬼童被祭天行斩杀 他心中愤怒交集到极点 祭天行和云瑶逃走了 他的计划功亏一篑 彻底失败了 事到如今 继续跟龙婆婆厮杀 除了宿命毫无意义 于是 萧叶魔君虚晃几招之后 便不惜耗费数十年寿元 使出了血顿秘法 他挥动双掌施展秘法 打出玄奥的紫光结印 然后 他张口喷出一股心头金血 扑洒在紫色的秘印上 刷 上千道神秘结印 在精血的催化下 立刻结成一道血红色的光门 光门横根于天空中 散发着强大神秘的空间力量 萧叶魔君元气大伤 身影亮强的钻进血门中 立刻消失不见了 龙婆婆勃然大怒 徽掌批杀过来 想要阻止萧叶魔君逃走 然而 血色光门瞬间消失了 待龙婆婆冲过来时 萧叶魔君已成功逃跑 瞬移到几万里之外了 龙婆婆愤怒地冷恒一声 这才转身离去 之前他的神势就探查到 云瑶搀扶着季天行 逃出了地底魔窟 而且 季天行还斩杀了鬼童 他清楚记得 季天行和云瑶逃往西方了 便朝西方追去 第1726章谁能救他 幻影山脉周边 一座千丈高峰之巅 郁郁葱葱的领海中 有一块青色的墨盘大石 云瑶站在大石旁边 满脸忧虑地望着 躺在大石上的季天行 他正在运功施法 又掌输送案青色的长生神力 不断注入季天行的体内 此时的季天行 正躺在墨盘大石上 浑身通红滚烫 不断抖动着 之前他被消夜魔君折磨 又被修罗氏心虫啃噬了心脏 吞噬了接近三分之一的剑神血脉 事后他与云瑶逃走 又遭到鬼童拦截 被迫与鬼童厮杀大战一场 连番遭遇让他力量几乎耗尽 身体愈发虚弱 伤势更加恶化了 当云瑶带他离开魔窟 飞到这里时 他已支撑不住 完全失去了意识 静好云瑶为他输送了长生神力 才维持着他的生命 否则 他恐怕早就丧命了 云瑶全力施法救治际天行的同时 内心中还在默默祈祷着 希望龙婆婆尽快赶到 夜幕下的山巅 寂静无声 只有徐徐微风吹拂 可云瑶满腔焦急和忧虑 额头上竟现出了细腻的汗珠 时间仿佛过得极慢 两久之后 夜空中才飞来一道五彩眩光 刷 五彩光滑降落到山脉上 落在云瑶的身边 随着光滑消散 龙婆婆的身影显现出来 他的衣袍折皱 满头白发也有些凌乱 苍老的脸上布满了焦虑之色 落地之后 他的目光就落在寄天行身上 与其关切地询问云瑶 云瑶 方才你在传讯预见中 说寄天行重伤昏迷 为在旦夕了 你不是掌握了能起死回生的长生神力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云瑶一边围寄天行输送神力 一边向龙婆婆解释事情的经过 龙婆婆听完之后 顿时目瞪口呆 露出震惊的神色 什么 寄天行竟然身怀剑神血脉 是千年前陨落的那位剑神吗 如果此事是真 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难怪这小子天赋杰出 堪称三大神国第一天才 云瑶一时心急 讲述事情经过时 随口说出了寄天行 拥有剑神血脉的事 听到龙婆婆的话 她才自知诗言 顿时有些后悔 不过 她转念一想 龙婆婆是值得信任的人 就算知道了这个秘密 也不会对际天行不利 于是 她便点了点头 道 没错 魔族的领袖一直想抢夺剑神血脉 将天行是做生死大敌 为了夺得剑神血脉 魔族无所不用其极 手段歹毒的令人法指 萧义魔君的修罗是新虫 至今仍留在天行的心脏中 您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啊 龙婆婆这才回过神来 压下满腔震惊 满脸愤怒的咒骂道 该死的萧义魔君 真是残忍恶毒到极点 人神共愤 为了抢夺剑天行的剑神血脉 她竟然动用了 无比歹毒的修罗是新虫 这种魔物 是鬼族最顶尖的邪物之一 甚至能毒害五圣境的强者 据说 千年前的天桑大帝 就曾被三大魔圣种下修罗是新虫 被啃食了心脏和血肉之躯 死状可怖 初到修罗是新虫 龙婆婆的神色颇为忌惮 眼神中充满了愤怒 云瑶听出了她的话中之意 顿时有些紧张地问道 龙婆婆 难道您的意思是 您也无法解救天行 龙婆婆面色凝重地叹了口气 点点头道 虽然这个结果让你失望 可老生确实没有把握 能驱除修罗是新虫 老生先检查一下她的伤势情况 尽力尝试一下吧 说完 她抬起双掌打出一道白光 注入继天行的体内 她闭上双眼 专心感受继天行体内的情况 实习之后 她就检查完毕了 睁开双眼 眼神缓和了些许 云瑶 你不必担心 天行的身体并无大碍 最严重的伤势 就是她的心脏残缺 被修罗是新虫占据了 不过 她虽昏迷了 却有一种神圣的力量 始终保护着她的心脏 那只歹毒的修罗是新虫 暂时被困在她的心脏中 无法继续作恶了 以刚才为她输送的长生神力 也能保持她肉身的活力 三五天内不会坏死 听到这番话 云瑶睁了一下 然后瞪大了眼睛 露出浓浓的担忧之色 龙婆婆 难道天行的心脏 已经无法维持肉身的生命了 龙婆婆面色沉重的点点头 解释到 她的心脏受损太重 已经停止运转了 换作普通的舞者 这就算是肉身死亡了 但天行的体质特殊 又有长生神力提供生命力 所以还能延续几天 云瑶顿时慌了神 语气急切地恳求道 龙婆婆 天行的肉身经过千锤百炼 乃是罕见的宝体 绝不能就此被毁啊 一旦她肉身被毁 就会失去见神血脉 毁掉她的武道前途 无论如何 请婆婆您救她一命 绝不能让她 不等云瑶说完 龙婆婆就打断了她的话 声音慈祥地安慰道 云瑶 你不要着急 天行是落神山的弟子 又是神主器重的神徒 老身当然会尽全力救她 虽然 以老身的实力和手段 或许无法救治她 但是 有个人肯定能救她 也定然愿意出手救她 是谁 云瑶仿佛落水之人 看到了救命稻草 双目中 焕发出强烈的渴望 龙婆婆露出一丝微笑 说道 走吧 我们先回落神山再说 老身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让天行有事 说吧 龙婆婆从空间戒指里 取出几张符咒 用来顺移赶路 流光符 她施法动用了一张金色符咒 符咒顿时化作一道金色流光 将它云瑶合计天行包裹起来 随后 金色流光飞上夜空 以无与伦比的速度 朝着落神山方向飞去 短短一夜时间 金色流光就飞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才耗尽力量消散掉 龙婆婆又使用第二张流光符 带着云瑶合计天行继续赶路 原本 从幻影山脉到落神山 非洲也要五天五夜的时间 可龙婆婆耗费三张流光符 只用了两天一夜 就赶回落神山了 第1727章神秘人 明迷糊糊中 既天行恢复了一些意识 他感觉自己好像苏醒了 可双眼怎么也睁不开 意识也昏昏沉沉 这让他明白 自己并未真的醒来 仍处于昏睡之中 可他的脑海深处 不断浮现出一些清晰完整的画面 犹如梦境一般 他看到自己正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中 这座宫殿坐落于云层中 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云海 犹如天上仙宫与世隔绝 宫殿内雕梁画洞 金兰玉气 处处彰显着奢华与尊贵之气 在宫殿深处 有一间布置精妙的宽大密室 密室中光线幽暗 墙壁与地面上镶满了珍贵宝石 组成浩瀚神庙的大阵 散发着神圣磅薄的气息 在密室角落里 有一汪三丈剑方的水池 池中蓄满了冰蓝色的池水 升腾着鸟鸟白烟 散发着冰冷的寒气 而他自己 平躺在冰蓝色的水池中 霜目紧闭 眉宇间蕴含着一抹痛苦之色 他浑身滚烫发红 散发着恐怖的高温 仿佛一块烧红的烙铁 极致的高温 竟然把满池冰水都蒸得烟雾生腾 翻涌沸腾起来 隐隐约约之间 纪天行的目光穿过鸟鸟水雾 看到寒池边站着一位身穿冰蓝长裙 风姿绰约的女子 王龙的雾气遮住了他的脸颊 让纪天行看不清他的面容 但他身材修长而窈窍 气质婉约如水 浑身散发着高贵神圣的气质 犹如九天上的仙子一般 此时此刻 他正凝望着纪天行 伸出葱白郁嫩的双手 掐着法绝释放五彩神光 注入纪天行的体内 纪天行的胸口处 被一团五彩神光包裹着 悄然间发生着改变 尽管是在梦境中 纪天行也感觉不到丝毫痛苦 仿佛胸口和心脏都没受过伤 他只能感受到 那团五彩神光散发着清凉的气息 令他浑身的燥热感消退许多 他努力地瞪大眼睛 想要穿过朦胧的水雾 看清蓝裙女子的面容 可是 水雾不断生疼 始终遮挡着他的视线 那蓝裙女子的脸上 也像是遮了一层朦胧的幻纱 令纪天行始终无法看清 纪天行的意识越来越恍惚 不知不觉就陷入沉睡中 脑海深处的梦境也随之消散了 他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沉睡了多久 又经历了什么 或许是一天 亦或是一个月 或者是几个月 取久之后 他的意识才从沉睡中苏醒 终于恢复知觉 真正清醒过来了 他只觉得眼皮十分沉重 努力了很久才逐渐睁开双眼 映入眼帘的 是一张檀目相遇的大床 四面挂着洁白的沙漫 他正躺在温暖宽阔的大床上 身上盖着淡金色的紧断被子 空气中充斥着一股淡淡的幽香 正是他最熟悉 最眷恋的气息 他立刻就意识到 这是在云瑶的房间里 微微扭头望向床边 他果然看到一道 身穿白裙的窈窕身影 正坐在不远处的桌边 仅仅只看那道背影 他也能分辨出来 那正是云瑶 云瑶安静地坐在桌边 一手撑着下巴 双目望着桌上的一杯灵茶 默默地发呆 茶早已凉了 却还是满杯 不曾喝过一口 看到云瑶在身边 寄天行便心神安定 心中涌出一丝暖意 他低头望向胸口 便看到白袍下的胸膛已恢复原状 连一丝伤疤都没留下 静心感受片刻 胸口也一切正常 并无半点疼痛和不适 毫无疑问 他的伤势已经痊愈了 钻进他心脏里的修罗式心虫 也早已被驱除了 他缓缓扬起身子 双手撑着被子 一点点坐了起来 除了头还有些晕之外 浑身上下并无不适之感 精神和法力也保持着巅峰状态 他刚坐起来 正在发呆沉思的云瑶 就察觉到动静 立刻被惊醒了 他扭头望向济天行 见济天行清醒了 顿时露出如是重负的眼神 连忙问道 天行 你总算醒了 感觉如何了 一边说着 云瑶连忙来到床边 搀扶着寄天行坐起来 寄天行拉着他坐在床边 对他露出一丝微笑 安慰道 别担心 我的伤势都已恢复 已经没事了 云瑶打亮他几眼 见他果然正常无意 这才稍微放心 对了天行 之前你被修罗氏心虫 吞噬了一部分剑神血脉 现在情况如何 剑神血脉恢复了吗 济天行点头道 已经完全恢复了 被吞噬的神血也被净化过 重回我体内了 对了 之前我心脏被毁 肉身几乎死亡 修罗氏心虫 又是魔族罕见的强大魔物 非常难对付 瑶瑶 你可知道是谁出手救了我 这个 云瑶争了一下 轻轻摇头道 龙婆婆带着我们回到洛神山以后 就让我留在云水宫中养伤 他独自带着你 离开洛神山好几天 不知道去了哪里 当他把你带回来时 你的伤势就已经好了 济天行顿时促起眉头 自言自语的宁难道 如此说来 龙婆婆也没告诉你 是谁救了我 云瑶点点头道 龙婆婆似乎有意隐瞒 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明白了 济天行微微汗手 脑海中浮现出那道冰蓝色的身影 隐约猜到了某种可能 对了瑶瑶 我昏迷多久了 云瑶答道 我们才逃离幻影山外时 你就已经昏迷了 若是从那天开始算起的话 你已经昏睡十天了 我竟然沉睡了这么久 济天行挑了挑眉头 继续问道 纳度神使和柳神使呢 他们没事吧 云瑶轻轻摇头道 他们都没事 虽然受了不轻的伤 但是都安全回来了 济天行回想起十天前发生的事 双眼中又涌出了恨意和杀起 萧叶魔君呢 是不是被龙婆婆杀了 这个倒是没有 云瑶露出一抹遗憾之色 解释道 萧叶魔君原本不是龙婆婆的对手 被龙婆婆打得片体鳞伤 当你斩杀鬼童之后 萧叶魔君见事不妙 就施展魔道密法逃跑了 当时龙婆婆心忧我们的安危 便去追赶我们 没有追杀萧叶魔君 济天行皱了皱眉 与其冰冷的道 他没死也罢 终有一天 我会亲手将他碎尸万断 报仇血恨 第1728章通幽结魂阵 济天行和云瑶续谈了很久 通过云瑶的讲述 他才知道近十天里发生的事 龙婆婆带着昏迷的他 离开了洛神山 云瑶和两位神使都受了伤 便留在洛神山上安心疗伤 两天前 龙婆婆带着他回来了 当时他还在沉睡中 上世却已痊愈 修罗氏心虫也消失了 龙婆婆留在洛神山上 并没有外出 但是 他一直待在天语宫中 不知在忙些什么 显得颇为神秘 提到了天语宫 济天行便顺口问道 瑶瑶 当初我才到洛神山时 你给我介绍过 天语宫好像是一座正法宫殿 那里有关于正道的一切 龙婆婆待在天语宫里干什么 云瑶轻轻摇了摇头 道 我也不知道 可能龙婆婆要布置什么正法吧 济天行想了一下 又接着问道 之前龙婆婆说过 神主下达了御令 让洛神山务必救回于为的尸骨 净化那头血骷髅 可是等我们去了百花谷 血骷髅和万尸骨魔早就消失了 我们归来的途中 又遭到消夜魔君和鬼童的袭击 除了龙婆婆之外 我们都遭到重创 损失惨重 难道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吗 龙婆婆有没有说过关于于为的事 云瑶想了一下 才开口答道 既然神主下达了御令 洛神山无论如何都要完成 必定会设法救回于为的尸骨 虽然龙婆婆没有透露什么计划 但我敢肯定 她绝对不会就此放弃 估计她待在天羽宫中 就是在谋划什么吧 既天行微微汗手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过去看看 随后 她和云瑶离开云水宫 一起赶往天羽宫 天羽宫坐落在洛神山的西北角 靠近山边悬崖的位置 宫殿占地面积很广 修建的气势庄严 当既天行和云瑶赶到宫殿外 便看到宫殿大门口有一对金甲侍卫把守着 还有两名青年天才 想敬天羽宫敬见龙婆婆 却被金甲侍卫拦在了大门外 凑巧的是 那两名青年天才都是神徒 其中一位元祭天行也认识 那是个身穿华服的青年 身材奇长 风度翩翩 名叫邹兵 看到祭天行和云瑶来了 邹兵连忙迎上来 向两人行礼打招呼 大师兄大师姐 就围了 邹师弟别来无恙 云瑶对他点头还礼 祭天行拱了拱手 开口问道 邹兵 你怎么在这里 邹兵解释道 我最近在参悟一道古代先贤留下的残阵 遇到了困惑 便想来天羽宫求见龙婆婆 对了 听说你们之前随龙婆婆前往玄双帝国 发生了意外 还受了很重的伤 祭天行点点头道 却有此事 不过伤势都已恢复了 邹兵连忙点头道 之前大家得知消息 都为你们感到担忧呢 你们没事就太好了 祭天行与他寒暄了两句 便带着云瑶走向宫殿大门 金甲护卫查验了他俩的身份权杖 就打开大门放行了 看到这一幕 邹兵顿时皱起眉头 向侍卫队长问道 我来求见龙婆婆 苦口婆心地解释半天 你们就是不放行 为何大师兄和大师姐来了 你们二话不问就直接放行了 侍卫队长瞥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地道 龙婆婆叮嘱过我们 除了几位神使合计天行 云瑶之外 任何人不得打扰 呃 邹兵愣了一下 玄机露出一抹苦笑 只能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祭天行和云瑶进入了天语宫 两人在一名侍卫的带领下 穿过几条走廊 通道和台阶 来到地宫一层的大殿 位于地底的地宫 是天语宫的境地 不对普通弟子和神徒开放 这里存放着正道绝学秘法 各种珍贵的典籍和宝物 光线幽暗的大殿中 地面以通灵白玉铺就 表面刻画着密密麻麻的阵法纹路 龙婆婆正站在半空中 双手掐着法掘 不断打出道道眩光 注入大殿中间的地面 大殿正中间 有一道方圆百丈的灰白色光照 闪烁着神秘的灰光 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见此情景 既天行和云瑶立刻就明白了 龙婆婆正在布置一座大阵 两人没有出声打扰 静静地站在大殿角落 耐心等待着 好在 那座大阵已经基本完成了 两个时辰之后 大阵彻底完善了 龙婆婆才停止施法 她缓缓收工停手 从半空中降落到地面上 方圆百丈的灰白色光照 变得圆润如衣 生生不息 力量也提升几个层次 达到极其强悍的程度 龙婆婆脉搏来到两人面前 打亮了既天行几眼 才开口问道 天行 你的伤势已经痊愈了 正是 多谢婆婆相救 既天行点了点头 对她鞠躬一礼 龙婆婆露出一丝欣慰笑容 摆了摆手 不必多礼 你是落神山的神徒 就你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云瑶指了指大殿中间的阵法光照 疑惑地问道 婆婆 您回落神山之后 一直待在天宇宫里 就是在布置这座大阵吗 龙婆婆点头道 正是 云瑶又追问道 您布置这座大阵是要做什么 龙婆婆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神秘兮兮的道 当然有重要的用途 云瑶微微醋眉 语气沉重的道 神主大人下达御令 让我们务必救回余为的尸骨 可我们去晚一步 北明山的魔族太过畅狂 竟然潜入神国境内 还敢袭击我们 让天行差点丧命 婆婆 难道此事就这样算了 您不打算继续追查下去了 龙婆婆理了理并角的白发 面色肃然的道 我们神国于北明山的鬼族 有着不可磨灭的深仇大恨 此次行动 我们损失剖虫 天行还差点丧命 丢掉剑神血脉 老身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若不能救回余为的尸骨 老身以后都无颜面见神主 这座大阵名为通幽结魂阵 是老身精心布置的圣级阵法 老身准备用这座大阵 救回余为的尸骨 第1729章失败 龙婆婆的话 让季天行和云瑶都争了一下 两人这才明白 龙婆婆绝不会善罢甘休 又有了新的计划 不过 两人看了看大殿中间的阵法 都露出疑惑的表情 季天行不解地问道 龙婆婆这座通幽结魂阵 如何能解救余为的尸骨 龙婆婆语气低沉地解释道 余为是被魔器侵蚀至死 尸骨没能入土为安 却被炼成了邪恶的血骷髅 她的灵魂消散于天地间 永远无法轮回 连头胎的机会都没有 老身布置的这座通幽结魂阵 能够通过余为的遗物 召唤天地间散落的灵魂碎片 聚集出她的残魂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残魂 找到她的尸骨 听她这么一说 季天行和云瑶就明白了 原来龙婆婆想用这种方式 寻找失踪的血骷髅 云瑶微微汗手道 万尸骨魔和血骷髅都失踪了 若是这个办法能成功 我们就能尽快找到血骷髅 把它解救回来 季天行挑了挑眉头 试着问道 龙婆婆 既然这座通幽结魂阵能凝聚余为的残魂 那岂不表示 云瑶还有重生的机会 龙婆婆连忙摇头 解释道 并非如此 老身只是有这个计划 未必能成功聚集云瑶的残魂 而且 大阵聚集的残魂 其实是虚无缥缈的灵魂残片 根本不可能愈合 更不可能重生 季天行点头表示明白 叹息一生 真是可惜了 龙婆婆也有些惋惜 语气沉重地说道 云瑶已经消亡千年 不可能再复活了 对他而言 尸骨能得到解脱 灵魂可以去转世投胎 就是最好的结果 既天行和云瑶都点了点头 龙婆婆又开口说道 老身原本打算 等施法成功之后 再把这个计划告诉你们 既然你们已经来了 那就在这里看着 老身现在就施法 召唤余为的残魂 既天行和云瑶本想帮忙 但是对通幽结魂阵并不了解 只能站在原地看着 龙婆婆抬步飞到大殿中间 站在灰白光照的上空 她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一块血红色的金石 放在大阵中间 那块血色金石 正是当初血骷髅送给既天行的 既天行回到洛神山以后 就把金石交给了龙婆婆 后来龙婆婆把金石呈交给洛水武神 洛水武神观察过金石 才判断出血骷髅的身份 现在血色金石又出现在龙婆婆的手里 既天行立刻就明白了 龙婆婆肯定又跟洛水武神接触过 她脑海中的那个猜想 顿时就得到了印证 可龙婆婆故意隐瞒消息 肯定有原因 她也不会说破 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龙婆婆面色索然地闭上双眼 默默运转磅薄的法力 浑身衣袍和白发都烈烈飞舞着 她缓缓抬起双掌 打出神秘的白色光芒 注入阵法光照中 顿时 通幽结魂阵被启动了 快速运转起来 椭圆形的阵法光照上 现出了密密麻麻的纹路 显现出种种诡异的图案 一股无形而浩荡的力量 从大阵中爆发开来 朝四面八方扩散 延伸到天地间 既天形和云瑶都能感应到 那种无形的神秘力量 不断朝天地间扩散 似乎能覆盖整座大陆 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阵 观看龙婆婆施法 随着时间流逝 龙婆婆往大阵里输送的法力 变得越来越雄浑浩荡 阵法光照也亮起更耀眼的光滑 散发出更恐怖惊人的气息 当然 两人对通幽结魂阵的了解 也更加深刻 不知不觉 两个时辰过去了 阵法光照中 终于出现了一缕灰色的气息 若隐若现地漂浮着 那颗血红色的金石 也亮起了星红的光芒 犹如火焰一般生腾着 看到这一幕 既天形和云瑶都精神一阵 露出了期待的眼神 显然 龙婆婆的计划初步成功了 通幽结魂阵成功召唤出第一缕残魂了 接下来 只要大阵中不断聚集更多的灰气 就能凝聚出于为的残魂 既天形和云瑶都满怀期望 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阵 然而 时间继续流逝 光照中的情景却没什么变化 整整六个时辰过去了 大阵中还是只有一缕灰气 龙婆婆的眼神变得凝重 面色也略显苍白 气息明显衰弱了几分 一整夜里 她连续不断地催动大阵 法力消耗极大 精神也十分疲倦 可是到最后 她只召唤出了一丝灰气 与她预想的结果相差十万八千里 精疲力竭外加满腔的落差感 让她心中颇有些沮丧 她又坚持了两个时辰 实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通幽结魂阵中 依旧只有一缕淡淡的灰气 无奈之下 龙婆婆只好暂时放弃 收工停手了 刷 她收回双掌 从半空中落在地上 大到白光耀眼的光照 也立刻恢复平静 变得暗淡无光 龙婆婆拿出两颗圣极丹药服下 默默运功催化药力 补充空虚的法力 寄天行和云瑶连忙赶来 在她身边站定 关切地询问情况 婆婆您没事吧 怎么会只有一缕魂器 是不是大阵出了什么问题 龙婆婆摆了摆手 说道老生没事 你们别担心 只是法力消耗太大 需要补充而已 至于这座大阵 老生按照阵道典籍中的记载 一丝不苟地布置出来 应该不会有问题 阵法没有问题 余为的遗物也有了 可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龙婆婆皱眉凝望着阵法光照 露出一丝苦恼和疑惑 寄天行响了一下 开口安慰道 龙婆婆 你别着急 先运功调席 尽快恢复法力 然后再试一次 龙婆婆点点头道 也只能这样了 说吧 她盘西端坐在地上 运功炼化药力 快速恢复法力 寄天行也走到大殿角落 盘西坐下 见此情景 云瑶连忙追过来 疑惑地问道 天行 你要做什么 寄天行双眼中露出一抹金光 传音解释道 或许我能查出问题的原因 不过我需要一点时间 第1730章奇迹在线 听到寄天行这句话 云瑶当即愣了一下 她很快就回过神来 露出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天行 那可是圣极阵法啊 你怎么可能查出问题的根源 寄天行摆了白手 传音解释道 我隐约记得 曾经看到过相关的记载 或许能查出什么端倪 我要打坐一段时间 你帮我护法 虽然 这件事让人难以置信 但云瑶很清楚 寄天行绝非凡人 一直在不断创造奇迹 所以 她选择了相信寄天行 好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你的 得到云瑶的答复 寄天行才放心地打坐 操纵元神进入剑神墓 刷 元神金剑化作一尊金色小人 出现在灰暗冰冷的剑神墓中 金色小人正是寄天行的模样 在灰色荒原上挤持 不一惠尔 她就来到十八座黑色墓碑前 她伸出手掌 按在了右边第一块墓碑上 顿时 墓碑亮起朦胧的金光 将她浑身笼罩了 刷 金光一闪 她就进入一片一堵空间 出现在云海中 她跨过云海中的石桥 抵达神圣宝塔的大门下 推开大门后 她进入天书阁中 开始快速翻阅书籍文献 天书阁里珍藏了几万本书籍 关于武道的一切都有涉猎 寄天行以前翻阅古书时 曾在某些书籍中 看到过关于通幽结魂阵的记载 这种阵法是圣级大阵 早在几千年前就流传于世 以前寄天行看到相关记载时 并未放在心上 毕竟 她的实力低微 就算看了也没用 不可能布置出圣级大阵 时间过得久了 她也记不清那些内容了 如今她又来到天书阁 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寻找有关通幽结魂阵的资讯 短短半个时辰后 她的神室扫描了三千多本书 终于找到了两本相关的书籍 她伸手一招 便将那两本古籍从书架上拿下来 捧在手中仔细阅读 厚厚的两本古籍 足有数百页 写着近十万文字 记录了许多阵法相关的资讯 寄天行号十半个时辰 才查到想要的资讯 将其牢牢记下来 和上古书之后 她双手一挥 就把两本古籍放回书架上 然后她走出天书阁 离开了剑神墓 下一杀 她的元神归位 睁开了双眼 大殿里竟悄悄的 光线幽暗 龙婆婆还坐在大殿中间 在阵法光照旁边打坐调席 云摇见她醒来 连忙传音问道 天行怎么样了 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既天行站起来 对她点点头道 已经查到了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沉默原因 云摇露出浓浓的期待眼神 既天行指着大殿中间的灰白光照 解释道 龙婆婆说的没错 通幽结魂阵 加上死者的重要遗物 确实可以召唤亡魂 龙婆婆的计划没错 布置的阵法也没什么问题 但这座大阵却不够完整 还要加上几道法印 为阵法附加换灵的功效 而且 龙婆婆催动大阵 召唤亡魂的手法也有些问题 既天行指出问题的根源 向云摇简单地解释一遍 云摇听完后 顿时露出浓浓的震惊之色 只觉得不可思议 通幽结魂阵 是很少见 也很少用到的圣级大阵 你竟然了解得如此清楚 还能指出龙婆婆的缺陷和问题 天行 这件事若是传出去 整个洛神山都要轰动了 既天行露出一抹微笑 白首道 轰不轰动并不重要 咱们先忙正事吧 沉默正事 云摇疑惑地促起秀眉 思考一下之后 突然想到了什么 天行 你不会是想 给龙婆婆的大阵施加法印吧 既天行微笑着点头道 没错 云摇愈发震惊 有些担忧地问道 可那是圣级阵法啊 你真的能施加法印 万一被阵法力量反噬或伤到了 不等他说完 既天行就与其自信地道 放心吧 我只是借助大阵的力量 施加几道法印而已 不需要五胜镜的实力 而且 只要对大阵的了解够透彻 就不会被反噬和伤害 话音落实 他转身走向大点中间 他围着灰白光照转了几圈 动用法眼观察半刻钟 才开始动手施法 只见他双手掐着法绝 连连打出白光 画出一道道弧线 解出各种古老传字 注入光照中 光照竟然没有阻挡 更不曾反弹 一直安静地闪烁着白光 既天行施展的法绝 打出的法力和正文 竟然跟光照完美融合 本来云摇还为他担心 见此刑警 顿时就打消了顾虑 不知不觉 半个时辰过去了 既天行施法结束 成功为大阵添加了六道法印 当他收工之后 那六道法印便与大阵融为一体了 灰白光照立刻变得光滑耀眼 散发出更加神圣 强悍的气息 云摇能清晰感应到 通幽结魂阵的力量和气息 发生了指的飞跃 如果说 之前龙婆婆布置的大阵 只是须有其表的死物 那么现在 经过既天行加工的大阵 就成了犹如活物 无比灵动强大的阵法 这太不可思议了 天行 你竟然完善了龙婆婆布置的圣级大阵 这绝对是奇迹 云摇目光灼灼地盯着记天行 忍不住发出惊呼 眼神中充满了惊喜和自豪 正在打坐调息的龙婆婆 也被大阵的气息惊醒了 她连忙结束运功 睁开双眼望向大阵 看到阵法光照变得赤白 亮起神圣的白光 她当即变了脸色 感受到阵法气息 比之前强大数倍 她更是瞪大了双眼 苍老的脸上布满震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谁动过这座阵法 龙婆婆扭头望向记天行和云摇 语气肃然地问道 婆婆 事情是这样的 云摇连忙向她解释事情的经过 待龙婆婆听完后 更是被震撼的目瞪口呆 她双目盯着记天行 嘴唇抖动了好几下 踩满腔惊喜地低喝道 好 真是太好了 老生真是没想到 天行已经有如此不可思议的见识和手段 能帮老生完善这座圣级大阵 李只有原神尽实力 却能完善圣级大阵 若非亲眼所见 谁敢相信 李这小子 简直就是个怪胎 第1731张血骷髅的消息 当初在神须的望谷台上 龙婆婆就见识过记天行的优秀和杰出 可她当时只看到记天行的实力 以及广博的见识 记天行究竟有多妖孽 她心里也不清楚 没有具体的概念 但是 经过这件事之后 她便感受得更加深刻 她亲手布置的通幽结魂阵 乃是很罕见 很复杂的圣级阵法 连她自己 都对这座大阵一知半解 认知得不够透彻 既天行却能为大阵施加法应 将大阵变得完善 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 这让她怎能不惊悍莫名 浓浓的惊喜和震撼 充斥于龙婆婆心中 让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有记天行一人 便可胜过天下所有青年天才 洛神山是真的捡到宝了啊 龙婆婆心怀激荡 暗暗感慨了一句 两久之后 她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目光灼灼地望着记天行 道 天行 既然你能完善这座大阵 就说明你对大阵了若执掌 老生的法力已恢复大半 现在准备再次尝试 你能否配合老生启动大阵 记天行点点头道 乐意效劳 好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开始 龙婆婆露出一丝慈祥的微笑 开始动手施法 她为主导 施展棒波浩荡的法力 注入通幽结魂阵中 随着阵法启动 光照亮起了更加耀眼的白光 将整座大殿都映照得先毫避现 记天行只有元神境实力 不足以启动圣级大阵 她只能为龙婆婆保驾护航 紧盯着通幽结魂阵的变化 一旦大阵有什么问题或偏差 她便会出手调整 很快 一刻钟过去了 通幽结魂阵正常运转 释放出的无形力量 早已扩散到天地间 疯狂地蔓延 龙婆婆明显感觉到 经过记天行完善的大阵 威力增强数倍 也更易于操控了 她操纵大阵消耗的法力 竟然缩减了七成 可谓是轻而易举 短短半个时辰后 是白色的阵法光照中 就凝聚出一缕灰色的气息 这道灰色的魂器 明显要壮实许多 颜色也较深 光照里原有的那道浅灰色魂器 立刻与之融合 变得更加壮大 没过多久 阵法光照中 又出现了第三道灰色魂器 接下来 又是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随着时间流逝 是白光照中 不断凝聚一道又一道魂器 龙婆婆 即天行和云瑶三人 都精神振奋 备受鼓舞 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不知不觉 又是六个时辰过去了 若是按照之前的情况 龙婆婆的法力又要耗尽 难以为继了 但是现在 她的法力胜于四成 还能再支撑几个时辰 赤白光照中 已经陆续召唤了二十多道魂器 众多魂器聚集在一起 凝聚成一团脸盆大的灰雾 不断汹涌翻动着 那团灰雾一直想凝聚人形 却始终无法如愿 龙婆婆很清楚 大阵召唤的魂器还不够 还无法凝聚出于为的残魂 她继续运转大阵 召唤飘散于天地间的残留魂器 祭天行也出手调整了几道法印 激发大阵的潜力 使得大阵的威力更强 接下来的三个时辰 是白光照中又陆续出现了十道魂器 整整九个时辰过去了 龙婆婆的法力再次耗尽 无法继续运转大阵 她被迫停手了 赤白光照的耀眼白光 也逐渐变得暗淡 恢复正常和平静 此时 光照里聚集的魂器数量 已经达到了36道 所有魂器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大团挥舞 正在涌动扭曲着 龙婆婆顾不得休息 目光灼灼地盯着那团挥舞 期待着结果出现 既天行和云摇眼目不转睛 凝望着那团挥舞 心中默默祈祷着 一定要成功 大约一刻钟后 那团挥舞经过无数次的融合 扭曲与拉扯 终于凝聚出一道高约七尺 隐隐绰绰的身影 尽管那道灰色身影有些朦胧 看不清面目 但她的体型修长 一看就是个身形矫健的女子 龙婆婆顿时露出惊喜之色 满腔欣慰的低喝一声 终于成了 太好了 既天行和云摇也松了口气 露出如是重负的表情 无需龙婆婆解释 两人也知道 光照里那道朦胧灰影 正是余为的残魂 残魂没有自我意识 就那么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 好似幽魂一般 既天行和云摇都很期待 想看看龙婆婆如何利用残魂 搜寻血骷髅的位置 可惜龙婆婆的法力耗尽 必须运功调养 两人只好耐心地等待 一整夜之后 龙婆婆才调洗完毕 法力恢复了七八成 她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了一块古铜色的罗盘 放在面前 当她施展法力注入罗盘中 古老的罗盘顿时绽放金光 便到末盘那么大 悬浮在半空中 整座大殿 都被金光映照得一片璀璨 龙婆婆伸手一招 将这法光照里的血色金石 还有那道灰色残魂 都抓进了罗盘中 刷 她耀眼金光淹没了 灰色残魂和血色金石 开始快速旋转起来 罗盘的正上方 冒出数百道古老转字和符号 以特殊的轨迹飞舞着 龙婆婆面色肃然地站在大殿中 双手掐着指角 施展磅驳的法力 不断打出各种结印 整整半个时辰后 古铜罗盘才停止旋转 汹涌闪烁的金光也静止下来 那数百道符号和转字 也都静止不动 排列出特殊的纹路和图案 龙婆婆目光深邃地盯着那些图案 仔细观察了片刻 便得出了结果 竟然在那里 该死的鬼族 竟然早已逃离悬双帝国 想把他带回北明山 龙婆婆自言自语地怜难一句 眼中闪过一抹冰冷的寒光 既天行和云瑶都疑惑地望向他 开口问道 龙婆婆 你已查到血骷髅的位置了 他被万尸骨膜带走了 如今藏在何处 在神国北部边境的天狼山脉一带 再往北走就要离开神国 进入北明山范围了 一边说着 龙婆婆挥舞双掌 收回了古铜锣盘 那颗血色金石被他收进空间戒指 余为的残魂自然消散了 第1732章天界将至 既天行和云瑶都皱起了眉头 面色明重 龙婆婆 我们现在就追过去吗 天狼山脉离北明山很近 就算我们全力赶去 恐怕也来不及了 两人都为此忧心 思存着如何解决 龙婆婆却摆了摆手 语众心长的道 这件事 你们俩就不必参与了 安心留在洛神山修炼吧 神国北部边境 最近常有鬼族强者出没 非常凶险 老生不会再让你们去涉险 等你们赶到天狼山脉 血骷髅早就被带回北明山了 那万尸骨膜又是杜洁静的强者 你们去了也于是无补 既天行和云瑶都沉没了 没有反驳龙婆婆的话 毕竟他说的都是事实 既天行问道 龙婆婆 那你如何打算 龙婆婆面色肃然的道 老生早有计划 派几位神使去解决此事 他们成天机州赶往天狼山脉 应该能在鬼族返回北明山之前 将血骷髅解救出来 既天行和云瑶点了点头 对他的计划表示赞同 随后龙婆婆对他俩叮嘱了两句 便转身离开大殿 分配任务去了 既天行和云瑶驻足了片刻 这才离开地宫 两人回到云水宫 各自进入密室中修炼 并耐心等待龙婆婆的消息 等到何时 血骷髅被救回洛神山了 还需既天行出手净化魔器 接下来几天 洛神山风平浪静 既天行一直在密室中苦修 夯实五道基础 稳步提升实力 同时 他还用心琢磨剑意 努力让剑意更加凸显 更加强大 经过九天九夜的修炼 他的实力又提升几分 将要达到原神九重的巅峰 他心中有种强烈的预感 最多两三个月内 就能突破到渡捷径 与此同时 云瑶也在密室中潜心苦修 努力冲击渡捷径 虽然他已经练化了长生神珠 实力增长依重境界 可长生神珠蕴含的力量与功效 何止这一点 无穷无尽的长生神力 都藏在他的身躯与灵魂中 潜移默化地改造他 让他的实力日益增强 他甚至能断定 一颗长生神珠的威力 起码能让他成长到渡捷径六七重 力量才会弱化下来 经过九天九夜的闭关修炼 他的实力暴涨两倍有余 顺利达到了元神境九重巅峰 此时的他 已经是元神境大圆满了 再往前一步 就能突破到渡捷径 跨入更强大的全新境界 不过 想要突破到渡捷径 他必须引动天节 并成功度过一次天节 他暂时还没感应到 天节何时会来临 这就说明 他的境界和时机还没到 还要再等待一些时日 早就半年之前 他就查阅过有关渡捷径的一切资料 对渡捷径非常了解 舞者的实力超越元神境 成功度过一次天节后 就会达到渡捷径一重 达到渡捷径一重之后 若舞者的成长够快 多则两三百年 少则几十年 就会引来第二次天节 如果舞者的成长十分缓慢 甚至实力停留在原地 止步不前 千年之后 必定会有第二次天节降临 成功度过第二次天节 便能顺利达到渡捷径二重 实力更强 渡捷失败者 定然在天节下灰飞烟灭 彻底陨落 从渡捷径一重到渡捷径九重 舞者需要度过九次天节 经过九重磨难和考验 才能立地成胜 而这九次天节的威力 将一次比一次更强 第八和第九次天节 更是威力恐怖到极点 堪称毁天灭地 从古到今 能达到渡捷径的舞者 多如牛毛 可是 能成功度过九次天节 顺利突破到五圣径的强者 却是少之又少 古人云 天节之下 实不存一 意思就是 超过九成的渡捷径强者 都会陨落于天节下 能顺利度过天节的人 不到十分之一 云瑶了解这些资讯 所以心里有些忐忑和犹豫 他既希望天节尽快来临 他能早日突破到渡捷径 但他又担心天节来得太早 而他准备的不够充足 届时便有陨落的危险 历时天清晨 天空中并无朝阳 灰蒙蒙地有些阴暗 既天行和云瑶都结束闭关 走出了密室 两人回到房间中 见面后相互询问情况 得知彼此的实力都有增长 两人都为对方感到欣慰 既天行得知云瑶已达到 原神巅峰 便笑着说道 瑶瑶 没想到你竟比我先达到 原神境巅峰 看来你很可能比我先渡捷啊 那长生神株的威力 果然不同凡响 以我估计 短短几年之后 就能让你成长到渡捷近七八重 云摇握着他的手 语气平静地道 长生神株是神物 威力自然不同凡响 我先渡捷也好 至少能吸取经验教训 等你渡捷的时候 就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不过 天节威力恐怖 生还者时不足一 我也不知道能度过几次天节 既天行露出一丝微笑 安慰道 别担心 你是天下少有的顶尖天才 又继承了遥光女神的神道传承 若是连你都无法度过天节 这神武大陆上 还能诞生出五圣吗 反正我对你很有信心 你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希望如此 云摇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对了 今天已经是第十天了 也不知道那几位神使完成任务了没有 咱们去找龙婆婆 询问一下情况吧 既天行点头道 好 随后 两人一起出了云水宫 去找龙婆婆 两人抵达龙婆婆的住处 在书房中见到了龙婆婆 开门见山的询问情况 龙婆婆放下手中的事物 面露欣慰之色 对两人说道 你们来得正好 老生昨夜刚收到度神使的传讯 他们马上要回来了 前几天 他们赶到天狼山脉之后 在神国边境于北明山的交界处 找到了血骷髅和万尸骨魔 三位神使通力合作 用尽了手段 成功诛杀万尸骨魔 救回了血骷髅 他们已经带着血骷髅回来了 算算时间 估计今天正午就会抵达洛神山 天行 你不是能为血骷髅驱除魔器吗 现在你可以去做准备了 第1733章巨变 离洛神山十万里远处 有一片广袤的平原 草原上物资丰饶 景色宜人 最适合人族居住和修炼 在草原的中间 有一座延续了千年的古城 名为蓝丰城 城中居住着上百万的人族百姓 城内十分繁华热闹 此外 蓝丰城周边的草原上 还散落着几十座村镇 加起来也有几十万百姓 千年以来 蓝丰城和诸多村镇都风调雨顺 十分平静 百姓们安居乐业 此刻正是日上三杆之时 但是 天空中并无太阳 灰蒙蒙地聋着一层阴云 离地千丈高的天空中 有一道冰蓝色的流光 正往洛神山方向及时 冰蓝光芒中 是一艘长达三十丈 造型精致华美的非洲 这是洛神山专用的飞行法宝 名为天机洲 非洲内部 一位身穿紫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正在操纵法阵 驾驭非洲赶路 宽阔明亮的大厅中 摆着一张长达五丈 流光一彩的冰金棺果 冰金棺果中 静静地躺着一具通体血红色的尸骨 这具尸骨长达三丈有余 保存的完好无损 骨骼成血红色 散发着汹涌的魔器 他纹丝不动地躺在棺果中 体表覆盖着一层五彩流光 显然是被阵法力量镇压着 在冰金棺果的左右两侧 有两位中年男子盘膝坐在地上 安静地闭目养神 这两位中年男子 都有度捷径五六重的实力 气度威严 不过 两人的身上布满伤痕 极处伤口橙子黑色 还残留着魔器 毫无疑问 他们曾厮杀激战过 都受了不轻的伤 这时 天机周即将抵达蓝丰城的上空 左侧的青袍男子睁开双眼 撇了冰金棺果一眼 才开口问道 柳神使 你的伤势 恢复得如何了 棺果右侧的紫袍男子 完颜也睁开眼睛 面色愉愤地叹息一声 哎 其他伤势倒还好说 已经痊愈大半了 就是有几处伤口 还残留着强大的魔器 至今无法消除 杜神使 你恢复得如何了 杜神使露出一抹苦笑 道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 也是无法驱除残留的魔器 不过 我们已经到蓝丰城了 很快就能回到洛神山 到时候 咱们去找龙婆婆帮忙 她或许有办法 柳神使忽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说道 对了 之前记天行说过 她能驱除血骷髅的魔器 不如我们去找她帮忙 她肯定有办法 杜神使争了一下 有些难为情的道 咱们都是神使 身为长辈 去找晚辈帮忙 会不会有点丢脸 柳神使摆摆手道 这有什么好丢脸的 既天行虽是神徒 可她身受龙婆婆和神主的器重 以我看那 最多一两年之内 她也能达到杜洁境 百年之后 她的实力很可能追上我们 杜神使露出满脸惊诧之色 不可置信的道 柳神使 虽然我也承认 既天行很妖孽 是三国第一天才 可你对她的评价如此之高 有点言过其实了吧 不不不 柳神使连忙摇头 笑着解释道 这一点都不夸张 你听我分析 两位神使正在讨论 既天行的事 一副很专注的模样 他们俩都未发现 冰金棺果里躺着的血骷髅 忽然产生了变化 她浑身涌出一缕缕神秘的黑气 小然腐蚀着那层金色光照 无声无息的 金色光照被黑气侵蚀出一道道缺口 逐渐崩溃了 阵法封印解除了 血骷髅恢复了行动能力 但她还躺在冰金棺果里 纹丝不动 体内却涌出浓郁的血光 暗红的血光与黑气融合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道黑袍身影 这道身穿黑袍的身影 高达一丈有余 身躯魁梧至极 她的身躯被黑袍笼罩着 脑袋也被宽大的斗篷遮住 看不出面容长相 漆黑的斗篷下 只有一双暗紫色的瞳孔 闪烁着这人的胸光 陡然 黑袍人抬起双掌 全力轰向冰金棺盖 只听到碰的一声巨响 冰金棺盖就被轰飞了 巨大的棺盖狠狠撞在大厅顶端 爆裂成无数碎渣 朝四周蹦践开来 突如其来的冲击 将大厅顶部轰出一道凹坑 整艘天机舟都剧烈摇摆起来 在天空中翻转着 杜神使和柳神使顿时警醒 立刻稳定身形 直出宝剑扑向冰金棺果 不好 她要逃出来了 拦住她 两人握着宝剑 一左一右地杀到冰金棺果面前 还不等两人看清棺果里的情况 便有一道高大的黑影 从棺果里飞了出来 砰砰 两道漆黑的掌影迎面袭来 直接把杜神使和柳神使打飞了 两人都口吐鲜血地倒飞出去 狠狠撞在墙壁上 通漏 墙壁被撞碎 天机舟的侧面也被撞穿两个大洞 两位神使飞出了天机舟 抛飞在天空中 紧接着 那道高大的黑影 也穿破大厅顶部的凹坑 将天机舟打穿了 刷 她飞出天机舟 来到天空中 挥舞刨袖杀向两位神使 天机舟被打穿三个大洞 已经濒临失控了 驾驭天机舟的神使 当机立断的操纵法阵 把天机舟收了起来 刷 只见光滑一闪 偌大的天机舟就缩小千万倍 变成巴掌大的小船 紫袍神使出现在天空中 把小船收进空间戒指里 她扭头望向前方 立刻看清了天空中的局势 离地千丈高的天空中 渡神使和柳神使正挥动宝剑 施展绝学秘法 与黑袍人厮杀缠斗着 众人脚下的草原上 赫然有一座方圆百里 繁华富庶的城池 正是蓝封城 见此情景 紫袍神使面色一变 露出了浓浓的担忧眼神 她也连忙直出一口宝刀 奋不顾身地杀向黑袍人 双方在天空中激烈厮杀起来 尽管三位神使人多是重 都倾尽全力地围攻黑袍人 可黑袍人的实力太强 竟然达到了杜杰境九重 她轻松抵挡住三位神使的围攻 只用了十几招就把三位神使打伤了 双方厮杀大战的渔坡 朝四周扩散开来 立刻就波及到了蓝封城 第1734张北明山的警告 砰砰砰砰砰 天盖地的黑色光刃和掌影 纷纷击中了三位神使 爆出惊天巨响 三位神使都被打得倒飞出去 浑身标剑鲜血 发出痛苦的嘀呼声 不过 三人都一直坚韧 浑然不顾自身的伤势 又挥剑杀向黑袍人 在此期间 紫袍神使还抽空发出传讯 向洛神山求救 之前在北部边境 三人诛杀万尸骨魔 解救血骷髅时 就已经受了不轻的伤 如今他们的伤势还没恢复 战斗力也只保留了六七成 又怎么可能是黑袍人的对手 短短百息时间后 双方就交手了上百招 三位神使都伤痕累累 浑身布满了纵横交错的伤口 鲜血淋漓 紫袍神使的伤势最重 被斩断了整条右臂 胸前也有一道顽口大的血洞 心兮可见里面的脏腑 杜神使和柳神使也很凄惨 身上至少有三十多道伤口 连头顶和脸上也有几道 身可见骨的伤口 三人的力量迅速衰弱 别说击败黑袍人 连缠住黑袍人都做不到了 而那神秘的黑袍人 却还是毫发无伤 力量依旧强大无匹 双方暂时停止厮杀 在高天上对峙着 三位神使分散开来 握着刀剑对准黑袍人 目光憎恨地盯着他 该死的魔头 你是谁 为何会潜伏在冰金关里 杜神使满腔愤怒的贺问道 黑袍人静静地站在天空中 浑身缭绕着朦胧的黑雾 显得更加神秘强大 黑色的斗篷下 那双暗紫色的双瞳中 闪过一抹戏烈的冷笑之色 呵呵呵 告诉你们也无妨 本军肖明 乃三十六魔君之一 排名第五 本军潜伏在冰金关里 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顺便给你们一个忠顾 黑袍肖明的声音 十分干涩嘶哑 仿佛两块枯木在摩擦 令人听了极其难受 三位神使当即皱起眉头 脸色变得十分阴沉 三十六魔君 排名第五 杜神使忽然想到什么 陈生鹤问道 你叫肖明 你与肖叶是何关系 那是本军的兄长 肖明语气冰冷地达道 原来如此 柳神使满腔恨意地咒骂道 你们兄弟俩 都是死不足惜的魔头 该受千刀万寡之行 肖明顿时音彻彻地冷笑起来 呵呵呵呵 千刀万寡 真是个好主意 本军决定让你如愿 尝尝千刀万寡的滋味 紫袍神使是三人之首 并未与肖明废话 陈生鹤问道 你方才所说的中故 是什么意思 肖明目光冰冷地望着他 语气冰冷地道 我族在北明山直伏数千年 向来与世无争 不是惧怕落水神国 只是想养金旭锐 但是现在 时代变了 落水神国曾施加于我族的痛苦和灾难 我族定然时被奉还 回去转告你们的主人 别再招惹我族 否则 落水神国承受不起北明山的暴富 肖明的语气中 充斥着铁血霸气 还有浓浓的杀鸡 三位神使都面线怒容 双目中狂涌着怒火 纷纷开口喝骂 混账东西 真是胆大包天 不知死活 就凭你们北明山的势力 也敢威胁我们落水神国 区区一个鬼族而已 竟然如此畅狂 我们落水神主仁慈 没有赶尽杀绝 才让鬼族苟延残喘至今 既然鬼族如此不知死活 就等着被神国大军移为平地吧 肖明却不屑于反驳 也不再与三位神使废话 本君的话已带道 你们可以去死了 一边说着 肖明抬起双掌 释放初破天盖地的血光 朝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魔血炼狱 眨眼间 无穷血光就笼罩了方圆百里 将这片天地化作一片血海 这片区域被封印了 完全变成了血色的世界 这海中巨浪滔天 白骨浮沉 犹如人间炼狱般恐怖 三位神使被血海淹没 遭到强大的力量镇压 在血海中拼命挣扎 难以脱身 繁华富庶的蓝风城 也被血海淹没了大半 维俄古老的城墙 在血海中崩溃瓦解 变成无数砖石碎渣 临次结壁的房屋建筑 一座座高楼和宫殿 在血海中快速消融 化作泥土与尘埃 数十万计的黎明百姓们 也被滔天血海侵蚀 肉身迅速腐蚀溃烂 变成一具具白骨 尽管蓝风城里的百姓都是舞者 大多数人都有原单境以上的实力 可是 多接近以下的舞者 都无法抵挡血海炼狱的侵蚀 哪怕是原神境的天才和强者 也只能挣扎片刻 就被夺取性命 化作一具具白骨骷髅 整座蓝风城里 只有两位杜洁敬强者 正是城主和某个大家族的老祖 可这两位强者只有杜洁敬二 三重实力 在滔天血海中苦苦支撑了半刻钟 就被摧毁了肉身 他们的原神 很快就被肖明诛杀了 短短半刻钟之后 大半座蓝风城就被毁掉 变成了一堆废墟 所有的城墙和房屋建筑 都变成碎石扎子 沉落在血海中 七十多万武者和百姓 全部都被灭杀 变成了堆积如山的白骨骷髅 这些百姓们的血肉精气和灵魂 都被肖明吞噬了 使他法力大增 去海炼狱中 血浪滔天 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白骨 恐怖到极点 三位神使也被杀了两位 柳神使被肖明杀了 临死前还被千刀万剐 肉身被魔刃剿成了碎渣 就连他的原神 也被肖明用秘法摧毁 并且吞噬了 杜神使也死了 被肖明用魔刀秘书轰杀 生魂俱灭 只有子袍神使活了下来 并非他实力强大 而是肖明饶了他一命 没有杀他 但他也遭到极其残忍的折磨 双手双脚都被斩断 元神遭到重创 已经奄奄一袭了 肖明站在血海上空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语气森冷地道 本君饶你一条贱命 让你回去传话 这场屠杀 就是北明山的警告 若是落水神国 再敢进犯北明山 下次被屠杀的 可不只是七十万人 北明山的怒火 足以覆灭落水神国 血染天下 第1735张废墟 落神山上 龙婆婆 即天行和云瑶三人 正耐心地等待着 时间已经接近正午了 三位神使却还没回来 大殿外的天空灰蒙蒙的 让三人心头都笼上一层淡淡的阴霾 有些不好的预感 沉默了许久之后 云瑶忍不住开口问道 龙婆婆 按照时间来计算 三位神使应该已经回来了吧 为何现在还不见他们的踪影 会不会是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 龙婆婆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和担忧 但她沉得住气 微微汗手道 或许是吧 我们再等一等 大殿里又安静下来 不知不觉 一刻钟过去了 突然 一道流光从天空中飞来 穿过漫天灰云钻进了大殿中 刷 刷流光一闪便飞到龙婆婆的面前 龙婆婆心有所感 伸手一抓便将灵光握在掌心中 光滑散去 她掌心中显出一块传讯御检 她皱了皱眉头 神使侵入御检中 查看御检内的消息 既天行和云瑶也被惊醒 都扭头望着她 露出疑惑的眼神 当龙婆婆看完御检中的内容 顿时就眉头紧锁 面色变得凝重而冰寒 不好 出事了 龙婆婆低喝一声 收起玉剪便起身往大殿外飞去 既天行和云瑶连忙跟上 边往外飞边问道 龙婆婆 发生什么事了 三位神使返回的途中 在蓝丰城附近遭到鬼族强者袭击 一边说着 龙婆婆来到大殿外 寄出一艘天机舟 带着她俩进入非洲 她驾驭非洲 快如流光地赶往蓝丰城 心中焦急之下 她倾尽了全力 将天机舟的速度催动到极限 持万里之遥 她只用了一个时辰便抵达 武圣强者之威 张显无遗 刷冰蓝色的流光 如雷霆般划破天空中 一个时辰后 天机舟终于抵达蓝丰城的上空 龙婆婆收起非洲之后 她合计天行 云瑶便同时现身于天空中 三人站在千丈高天上 俯视下方的情景 只见 下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绿草樱樱 数十里之外 便是一座古老的雄城 然而 那座本该繁华附数的城池 此刻已经变成了废墟 方圆百里的城池 有八城都变成了废墟 满地狼藉 古老雄伟的城墙 零次结壁的房屋建筑 还有那些庄严为恶的宫殿 全都变成了满地碎渣 大地上铺满了砖石碎块 以及各种混乱博杂的碎屑 某些堆积如山的废墟里 偶尔还能看到一些骷髅白骨 大地呈现出暗红色 透露着浓浓的血腥气 方圆百里的天空中 还残留着浓郁的魔气 以及刺鼻的血腥味 蓝丰城的上空 更是被一层血红色的浓云罩着 哪怕狂风吹拂也不散去 好一幅惨绝人寰的景象 整座蓝丰城 仅剩下一个角落 大约两成的区域 依然保存完好 大片区域的城墙和房屋建筑 都是完好无损的 居住于其中的十几万武者和百姓们 也侥幸活了下来 但所有人都被吓蒙了 惊恐绝望到极点 纷纷细成出逃 散落在广阔的平原上 千年以来 蓝丰城都安宁和平 从未发生过如此恐怖的灾难 对那些舞者和百姓来说 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劫难 龙婆婆和继天行三人 看清蓝丰城的情景之后 当场就争住了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该死 我们还是来晚一步 龙婆婆愤怒的面色铁青 双目中狂涌着杀鸡 既天行也面露杀起 与其冰冷的低鹤道 偌大一座城池 近百万黎明 竟然被毁于一旦 云瑶记愤怒又疑惑 忍不住开口问道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魔族出动了多少强者 才能造成如此惨象 一边说着 三人都释放出神室 探查蓝封城废墟 希望找到线索 龙婆婆的神室 笼罩方圆两百里 到处搜索三位神使的踪迹 蓝封城被毁 数十万百姓失踪 固然让他怒不可遏 但他深知 唯有尽快找到三位神使 才能知道事情的经过 大约百席时间后 他的神使忽然探查到 离蓝封城废墟百里远的草原上 有一道熟悉的气息 那是一片低矮的土丘 被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着 那道熟悉的气息 从森林中传递出来 有些微弱 一闪即逝 龙婆婆毫不犹豫地瞬移而去 刷 他身影闪烁几下 便来到土丘上 进入浓密的森林中 神势如水银泻地般普开 笼罩了整片土丘 他很快就探查到 在地底百丈深处 躲着一位满身鲜血 伤势凄惨的紫袍男子 大身穿紫袍的男子 正是洛神山的神使之一 姓莫 龙婆婆连忙施展秘法 会长打出一道五彩流光 探入地底深处 五彩流光化作一道剧长 将莫神使包裹住 从地底救了出来 当龙婆婆看清 莫神使的伤势状况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只觉得后背发寒 莫神使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浑身都被鲜血浸湿了 混合着泥土 犹如一具血色的泥人 她的双手和双脚都被斩断 露出了白森森的骨茶籽 前胸 后背和腰腹之间 更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血洞 五脏六腑都流了出来 就连她的面颊和脑袋 也是面目全非 无似人形了 莫神使的肉身还活着 已经是奇迹了 莫神使 到底怎么回事 是谁将你伤成这样 龙婆婆目光灼灼地盯着莫神使 咬牙切齿地追问道 莫神使躺在地上 无声地抽搐着 她的意识已经模糊了 听到龙婆婆的声音 愣愣了片刻 才声音嘶哑地答道 是魔君 肖明 她潜伏在 血骷髅 她喉咙上有个血洞 说话时已经漏风了 声音含混不清 每说出一个字 她都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龙婆婆大胆明白了她的意思 连忙安慰道 本座明白了 你不必担忧本座先帮你疗伤再说 说吧 她施展密法打出一道清光 笼罩了莫神使 第1736章一货 龙婆婆正在给莫神使疗伤 即天行和云瑶赶了过来 看到莫神使的伤势如此凄惨 两人也觉得触目惊心 不过 两人早就见识过魔族的残忍狠辣 倒是不觉得意外 龙婆婆 让我来帮莫神使疗伤吧 云瑶主动请因 施展清目神力 帮助莫神使治疗伤势 按青色的清目神力 笼罩莫神使之后 顿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莫神使满身的血污迅速消散 伤口也快速愈合 短短半个时辰后 她的伤势就愈合大半 生命气息也稳定下来了 匆忙之间 云瑶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莫神使的伤势太重 还需闭关疗养十几年 才能彻底痊愈 包括她被斩断的双手和双脚 也需要至少十年才能长出来 见莫神使的气息稳定 龙婆婆这才问道 莫神使 你把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讲一遍 还有杜神使和柳神使 他们俩去哪了 莫神使神色尾顿地躺在地上 语气低沉地道 我们在神国边境几百万尸骨魔 抓住血骷髅之后 便将她封印在水晶棺里 一路平安无事 可当我们赶到蓝风城附近时 魔君萧明却破关而出 差点毁掉整艘天机舟 那时我们才明白 早在神国边境时 她就悄然附身在血骷髅的身上 萧明的实力太强了 我们不是她的对手 无法阻止她 杜神使和柳神使都被萧明杀了 就连大半座蓝风城 也被萧明的炼狱血海摧毁 听完莫神使的这番话 龙婆婆合计天行三人 都狠狠皱起了眉头 龙婆婆面色铁青地咒骂道 鬼族的混蛋竟然如此畅狂 她竟敢潜伏在水晶棺中 来到蓝风城才发难 鬼族故意毁掉蓝风城 屠杀七十万百姓 这是在向我们示威 莫神使的双眼中 也燃起了愤怒的火焰 语气愤恨的道 没错 萧明杀了两位神使 留了我一条命 是想让我传话 她说 这次的事只是一次警告 若是神国再敢侵扰北明山 下次被屠杀的 就不只是七十万人 萧明还说 整个神国都无法承受 北明山的怒火 本就满腔愤怒的龙婆婆 听到萧明的警告之后 更是怒不可遏 浑身涌出冲天杀气 可恶 鬼族竟然畅狂致思 真是不知死活 济天行想了一下 忽然想到了什么 顿时面色凝重地提醒道 龙婆婆 既然萧明如此畅狂 肯定有所依仗 这件事非同小可 北明山恐怕有什么阴谋计划 我们还需从长计议 若是可以的话 我建议您最好将此事禀报于神主 未等他说完 龙婆婆就摆了白手 面色坚定 语气决绝得道 没什么可疑的 鬼族自寻死路 神国定不侵扰 区区一个北明山 小小的鬼族 也敢大放厥词 如此狂妄 不论北明山有什么阴谋 落水神国都依然无惧 说吧 龙婆婆指向远处的蓝丰城废墟 对计天行和云瑶下令道 天行 云瑶 你们先去坐镇蓝丰城 稳定民心 老身先带莫神使回洛神山 将他安顿好之后 再派人去接替你们 当务之急 我们先要重建蓝丰城 把百姓们安顿下来 以免消息扩散 引起百姓们的恐慌 既天行和云瑶拱手一礼 到了生遵命 随后 龙婆婆带着莫神使离开 风驰电车地返回洛神山 既天行和云瑶也离开森林 飞回蓝丰城 安抚惊慌失措的百姓们 两人作战于蓝丰城中 利用莫大的神通手段 清理了满城的废墟 十几万惊恐慌乱的舞者和百姓们 也在两人的安抚下 逐渐冷静下来 一天之后 洛神山的两位神使 带着大批工匠和侍卫赶到了 接下来的重建工作 由两位神使来主持和完成 有洛神山的工匠出手 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重建一座蓝丰城 既天行和云瑶这才离开 赶回洛神山 洛神山 龙婆婆住处的书房中 迟值深夜 书房中灯光幽暗 窗外一片漆黑 房中的气氛有些肃穆 龙婆婆坐在桌案前 面色凝重 既天行和云瑶站在她面前 正向她询问情况 龙婆婆 莫神使的情况如何了 于为的尸骨呢 龙婆婆面无表情地道 莫神使已无大碍 进入后山境地闭关疗伤去了 至少的十年后才会出关 至于于为的尸骨 莫神使闭关之前 已经交给老身了 既天行点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我随时都可以净化血骷髅 让于为的尸骨入土为安 龙婆婆摆了摆手道 此事先不着急 明天再说 云瑶看了她一眼 问道 婆婆 那您为何如此忧心忡忡 是因为魔族的事吗 龙婆婆微微汗手 目光深邃地望着她 何继天行 语气凝重地道 天行 云瑶 虽然老身不知道你们的来历 以前经历过什么 但老身看得出来 你们对北明山的鬼族 似乎非常了解 还知道一些秘星 继天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语气玩味地道 我们夫妻二人 不只对鬼族无比了解 更是对他们恨之入骨 与他们不共戴天 龙婆婆 你若有什么疑惑和顾虑 直说无法 若我们能够解答 定然如实相告 好 龙婆婆婆点了点头 面色郑重地说道 莫神时的意思是 肖民魔君老谋深算 且非常狂妄 显然是有备而来 可是 从古到今的万年岁月 鬼族一直都归作于北明山中 直伏不出 根本不敢与各大神国为敌 这万年时间里 鬼族一直都躲在北明山中 几乎不敢露面 但是从千年之前 鬼族一改之前的低调隐藏 竟敢离开北明山 与神国大军交锋 到了近几年来 鬼族形势愈发嚣张 活动也更加频繁 频频进犯神国边境 甚至 还有大批鬼族强者 潜入神国的领地中作乱 老生一直没想明白 鬼族并无神主坐镇 何来的底气 敢与我们落水神国作对 第1737章米底 龙婆婆的意思很明显 在神武大陆上 向来是三大神国为尊 除了三大神国之外 大陆上还有许多势力和种族 北明山齐是其中之一 但是这些种族和势力都很弱小 必须低调隐藏才能延续 绝不敢与三大神国作对 过去的万年岁月中 北明山的鬼族一直直浮不出 但是近千年来 鬼族确实活动频繁 胆子越来越大 甚至敢跟落水神国叫板 到了最近几年 鬼族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形势也更嚣张 大批鬼族强者进犯边境 潜入落水神国 到处制造霍乱 事到如今 肖明更是潜入到落神山附近 毁掉了大半坐篮封城 屠杀七十万百姓 这绝对是莫大的挑衅 落水神国绝不可能善罢甘休 只是龙婆婆想不明白 鬼族何来的底气 难道鬼族就不怕 落水武神亲自率领大军 一举踏平北明山 对于龙婆婆的疑惑 既天行了若执掌 毫不犹豫地解释道 龙婆婆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在上古时代 魔族屠戮天下 招致万族公愤 被各族强者和漫天神灵围剿 最终魔族覆灭 诸多强者和魔神都陨落了 万族凋零 各族的神灵也大多陨落和战死 上古大战之后 幸存下来的种族都要修养生息 魔族也只能龟宿一鱼 不敢再抛头露面 以免被各族联合绞杀 说到这里 济天行咬指着北方 满脸冷笑的道 那些卑劣狡猾的魔族 龟宿在北明山 并更名为鬼族 以其能瞒过天下人 数万年过去 他们修养生息的足够强大了 可他们终究是邪恶贪婪的魔族 无法遏制骨子里的嗜血与杀戮 又变得蠢蠢欲动 他们以为 数万年岁月已经湮灭了历史 让各族忘记了他们曾经的罪孽 所以 他们开始逐步试探 一步步走出北明山 向外面的世界扩张 最重要的是 以前他们群龙无首 没有五神镜的强者坐镇 也没有精神领袖 但是现在 他们有了共同的领袖 变得更加统一和团结 所以 他们最终的目的 并然是覆灭各大神国 屠戮苍生 霸占整座神武大陆 济天行的语气十分笃定 充满了憎恨与杀意 龙婆婆当即就愣住了 不可置信地望着她 双目中闪烁着明亮的金光 她怎么也没想到 北明山鬼族的来历 竟然如此复杂 在她印象中 孱弱不堪的鬼族 竟然有如此天大的野心 两久之后 她才回过神来 不可置信地问道 天行 你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济天行解释道 龙婆婆 虽然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 但我以人格保证 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 你若是不信 大可将我的原话 一字不漏地禀报给神主 龙婆婆争了一下 轻轻摇头道 不 老生当然相信你的话 事实上 老生对这些古老的历史和秘星 也有一些了解 只是 老生不像你了解的如此透彻 将来龙去脉兜里的清楚 对了 你刚才说 北明山的鬼族 不不 是魔族 他们有了共同的领袖 这又是怎么回事 北明山的最高领袖 不是几大魔圣吗 济天行摇了摇头 解释道 那几大魔圣 只能算北明山的最强者 绝不是魔族的领袖 在上古时代 天下魔族共尊十祖魔神为领袖 在众神大战中 十祖魔神被各族神灵联合剿灭 陨落于战场上 不过 十祖魔神保留了一丝残魂不灭 历经三万年的岁月 又在魔族强者的帮助下重生了 如今十祖魔神回到北明山 几大魔圣 三十六魔君 还有无数魔族 都要尊他为十祖 奉为领袖 龙婆婆听得目瞪口呆 不可置信的道十祖魔神 魔族的十祖 他在上古时代陨落 历经了三万年 还能重生 如此说来 现在北明山的魔族 岂不是也有武神坐镇 这个消息对龙婆婆的冲击太大 令他心中充满焦急 只想立刻把这个消息禀告给落水武神 济天行连忙摆手 解释道 龙婆婆 不必太担忧 十祖魔神才重生不久 十祿还很孱弱 不可能恢复到武神境 不过以我估计 他现在至少也恢复到渡截境 离武圣境不远了 他毕竟是魔族十祖 曾经的神灵 想恢复到武神境 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 这件事 你还是要禀报给神主 由神主来做定夺 龙婆婆这才稍微安心 面露优色的道 在上古时代 十祖魔神的全圣时期 十祿定然远超武神境 他若是在北明山全心休养 只怕十年八年以后 就能恢复到武神境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 北明山就有了 与三大神国抗衡的资本 难怪北明山如此畅狂 竟敢大肆潜入神国境内活动 还敢毁掉蓝风城作为警告 事到如今 龙婆婆已经彻底明白了状况 她自知无力解决此事 便准备将这些消息 都汇报给落水武神 天行 事不宜迟 老生这就去向神主汇报消息 你们在这里稍等片刻 待老生忙完之后 再来净化雪窟窿 书吧 龙婆婆起身离开书房 进入密室中 用密法汇报消息 祭天行和云遥留在书房中 耐心等待着 半个时辰之后 龙婆婆汇报完消息了 回到密室中 祭天行见她面色凝重 便开口问道 龙婆婆 神主怎么说 神主已经知道了 她自有病夺 我们等待命令即可 龙婆婆语气低沉地应了一声 然后 她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一个冰蓝色的盒子 放在身前的桌上 这块巴掌大的盒子 正是缩小了无数倍的冰金棺果 一具血红色的骷髅 静静地躺在冰金棺果中 毫无异样 天行 你现在可以施法了 龙婆婆徽掌打出棒薄的法力 注入冰金棺果中 顿时 冰金棺果落在地上 立刻恢复到原本大小 几乎占满了整个书房 第1738章天爵来访 继天行伸手推掉了冰金棺果的棺盖 她站在冰金棺旁边 望着棺果里的血骷髅 仔细观察了片刻 却骷髅纹丝不动地躺着 浑身闪烁着暗红的血光 散发着强大邪恶的气息 继天行抬起双掌 默默催动骨天珠的力量 释放出两道神圣白光 注入冰金棺果内 顿时 血骷髅被神圣的白光笼罩了 无数道血红色的气流 从她体内涌出来 在白光的净化下快速消散 血骷髅原本被封印着 此刻她的魔气和力量迅速流逝 顿时就被惊醒了 她竭力挣扎着 身躯剧烈晃动着 深陷的眼眶中也亮起了血色火焰 见此情景 龙婆婆警惕戒备着 生怕她冲出水晶关 抱起伤人 但是 事实证明她多虑了 神圣白光笼罩着血骷髅 无论她如何挣扎 都难以挣脱 随着时间流逝 她体内涌出越来越多的血气和魔气 力量也在快速消退 短短百席时间后 她的下半截身躯 就从血红色蜕变成正常的灰白色 又过了半刻中 她上半身的魔气也全部消退 双眼中的星红火焰也熄灭了 整巨血骷髅的魔气和血气 全部都消散了 变成一具毫无生机的灰白骷髅 即天行这才停手 收回了神圣的白光 好了 鱼为的尸骨已经被净化 可以入土为安了 闻言 龙婆婆释放神事 把鱼为的尸骨仔细检查一遍 确定这具尸骨已经正常 不含半点魔气 她才露出欣慰的表情 道 天行 你的手段果然匪夷所思 鱼为的尸骨被炼至千年 魔性早就根深蒂固 哪怕老生出手也无法消除 你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就把鱼为的尸骨进化了 简直不可思议 一边说着 龙婆婆挥手拉起冰晶棺盖 把棺果盖上了 如今总算完成了神主交代的任务 鱼为的尸骨则日下葬 希望他也能顺利去轮回投胎 说完 龙婆婆把冰晶棺盖果缩小无数倍 收了起来 三天之后 鱼为的葬礼在洛神山上举行 鱼为的尸骨安葬在后山 一处十分清静 无人打扰之地 龙婆婆主持葬礼 几位神使和众多神徒们都参加了 虽然葬礼比较简单 但是气氛隆重肃穆 也算是对于唯有所交代和安慰 葬礼结束之后 洛神山便归于平静 接下来几天时间 龙婆婆和几位神使们 忙于处理公务 遵照洛水武神的命令 几位神使们要督促各大帝国 在境内搜查魔族活动的踪迹 一旦发现魔族 各大帝国可以不问任何缘由 全力围剿和灭杀 此外 各大帝国还遵照洛水武神的御令 派遣精锐大军 纷纷赶赴北部边境 神国北部边境的防御日益增强 尤其是毗邻北明山一带 更是建立了严密而强大的防线 种种迹象表明 洛水神国绝不会向北明山妥协 战争 或许在不久后就会来临 即天行和云摇回到密室里 各自闭关练功去了 之前的事 让两人都意识到 北明山的魔族蠢蠢欲动 要不了多久 神武大陆的平静就会打破 局势也会变得混乱 如果乱世来临 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力 才能安身立命 才有可能诛杀魔族 不知不觉 半个月过去了 即天行闭关苦修了十五天 实力终于达到原神境九重巅峰 可惜 它并未感应到天节相关的气息 距离突破度捷径还有很长时间 云摇的实力也大幅提升 更加登峰造极 它已经感应到了天节的气息 大概在一个月内就会来临 第十六天的清晨 黑鹰和金龙二人 分别来到两间密室的门外 扣官唤醒云摇合计天行 祈禀主人 龙婆婆派人传令 召集所有神徒前往义士大殿 有重要的事宣布 祈禀纪公子 龙婆婆有令既天行和云摇得知消息 便都结束修炼 睁开了双眼 龙婆婆召集大家去义士大殿 难道有什么大事 跟北明山的魔族有关 既天行疑惑地皱起眉头 心中暗暗揣测 怀着满腔疑惑和期待 她起身走出密室 进入房间中 云摇刚结束修炼 正要从宝座上站起来 忽然觉得眼前一花 身形一个猎切 差点摔倒在地 一股突如其来的异样感觉 从腹部涌上来 令她面色变得苍白 忍不住干呕了两下 好在 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一闪即逝 快速消失了 她立刻恢复正常了 只是下意识地摸了摸隐隐 做痛的小腹 自言自语地迷难道 奇怪 我已经炼化了长生神珠 身体和灵魂都得到强化 又怎会突然感到不适 难道是天结将至 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她双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隐隐有些担忧 密室门外 传来了寄天形的声音 正在呼唤她 于是 她压下心中的疑惑 将这件事放在一边 连忙起身走出了密室 片刻后 两人一起离开云水宫 赶往意识大殿 当两人抵达意识大殿 正是朝阳升起之时 阳光明媚 两对威风凛凛的金甲侍卫 排列在大殿门外的台阶上 显得十分郑重威严 既天形和云窑踏入大殿 便看到另外八位神徒已到场 正安静地站在大殿中 大殿正北方的宝座上 一身盛装的龙婆婆端坐齐上 面容和气度尊贵威严 至于几位神使 都已离开洛神山 前往各大帝国处理事务去了 既天形和云窑进入大殿 向龙婆婆行礼之后 分别站在大殿的左右两侧 相对而立 龙婆婆见人到齐了 这才语气郑重地开口说道 今天 老身召集大家来此 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早在半个月前 老身就得到消息 天觉神国已派出使团 要来洛神山一趟 刚才 天觉神国的使团发来传讯 称他们即将抵达洛神山 天觉神国突然派出使团来访 不知有何用意 但不论如何 我们洛神山都不能怠慢 必须慎重接待第1739章使团 在三大神国中 天觉神国的势力最强大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 大殿里的神徒们都很清楚 洛水神国与天觉神国的关系 谈不上亲密 但也算不上比对 天觉神国派出使团来拜访洛神山 这是两大神国之间的交流 神圣而隆重 于情与理 洛水神国都要谨慎对待 龙婆婆召集众人 就是要宣布这个消息 让众人明白事情的重要性 以免到时候出现纰漏 在此之前 龙婆婆就对洛神山的侍卫 和侍女们下达了命令 此时 侍卫们早已穿戴的威武装严 在山巅摆好了遗仗 侍女们也准备好了花篮和乐器等等 恭迎天觉神国使团的到来 龙婆婆合计天行等人 在大殿里等待了半个时辰 这时 天空中亮起一道五彩绚烂的流光 快如极电地从天边飞来 随着那道耀眼的流光 更有棒驳浩荡的威势 从天空中席卷而来 守在洛神山边的侍卫们 立刻被惊动了 袭其扭头望向天空 只见 那道五彩绚烂的流光中 包裹着一艘百丈丈的非洲 非洲通体流经 外形好似一条栩栩如生的巨龙 显得十分神圣尊贵 在龙行非洲的左右两侧 分别刻着两道神秘的灰迹 正是天绝神国的标志 洛神山的侍卫们立刻就明白了 那正是天绝神国的非洲 一名侍卫队长 快速奔进议事大典中 向龙婆婆禀报消息 启禀龙婆婆 天绝神国的使团到来 龙婆婆也察觉到天空中的动静 感受到了强大的气息 他当即起身 对众位神徒们下令道 诸位随老生一起 前去迎接天绝神国的使团 出霸 他带着十位神徒们走出大殿 来到殿外的广场上 众人来到大殿外 在宽阔的广场上站定 与此同时 天绝神国的非洲 也抵达洛神山上空 徐徐向下降落 雷得尽了之后 众人都能清楚看到 非洲的样式 以及天绝神国的灰迹 带非洲降落到离地柏杖高处 刷得光滑一闪 就被收了起来 紧接着 四位身形各异的强者显现出来 为首者是个身材魁梧高大 须法皆白的老者 这个老者拥有度洁净八重的实力 穿着一身按金长袍 瘦学的面容颇有几分威严与冷力气质 紧跟在他身后的 是得貌似三十多岁的青年男子 只有原神净七重实力 青年男子穿着一身蓝袍 身材挺拔齐长 眉宇兼带着几分傲气 除了这一老一少 剩下两人都是渡捷径的中年强者 穿着黑色的铠甲 明显是随行的护卫 看到这一幕 龙婆婆和众位神徒们都争了一下 悄然露出一抹古怪的表情 这就是天绝神国的使团 怎么感觉不对劲 一个使团怎么才四个人 其中还有两个是护卫 天绝神国只派了一老一少两个人 来拜访洛神山 这也太草率了吧 仅仅两个人也敢称使团 几位神徒们都暗中议论着 眼神怪异地打亮天绝神国的人 片刻后 天绝神国的四位使者 降落在殿外广场上 上百名侍卫和侍女们站在广场上 中间形成一条笔直的通道 夹道欢迎四位使者的到来 赤卫们握着刀剑与长矛 整齐画衣的行礼 赤女们弹奏乐器 跨着花篮撒出一蓬蓬五彩的鲜花 白发老者荷兰袍青年 面色平静地跨过广场 来到龙婆婆的面前 虽然龙婆婆心里有些嘀咕 但她不动声色 表情郑重地望着来人 鞠躬行礼到 洛神山欢迎天绝神国的使者驾铃 白发老者荷兰袍青年也鞠躬还礼 声色平静地道 天绝山二护法比清 西神徒孟非来访 听到这句话 众人才知道白发老者的身份 竟是天绝山的二护法 至于那个蓝袍青年 正是天绝山的神徒之一 继天行和云瑶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疑惑 叶青罗和陆小孟互相打眼色 忍不住传音议论起来 天绝神国的人太没诚意了吧 说是派出一个使团 结果只有两个人 而且来者既不是天绝山的掩护法 也不是第一神徒黄奇 叶青罗一边说着 暗暗撇嘴 陆小孟赞同的点点头 传音说道 依我看那 天绝神国就是在藐视我们 他们压根就没把这剑释放在心上 随便找两个人应付 也不知道 这两个家伙大老远地跑到洛神山来 打着使团的名号 想要干什么 叶青罗转了转眼珠子 突发奇想地问道 小孟 你说这两个人来 会不会是来提亲的 比如那个孟非 她看上了我们洛神山的女弟子 所以专长来 咳咳 陆小孟听的目瞪口呆 差点被口水呛到 青罗师姐 天绝神国的人 干嘛跑到我们洛水神国来提亲 她脑子进水了吗 再说了 当初去参加神国交流会的女弟子 只有大师姐 你和我 大师姐已有夫君 仅剩你我还未出阁 你觉得孟非会看上谁 叶青罗露出一抹俏皮的笑意 悄悄伸出一根手指 指了指陆小孟 陆小孟顿时大炯 面颊饭红地催了一口 不再理会叶青罗 这时 龙婆婆与碧青寒暄完了 便领着毕青和孟非往义士大殿里走去 那两名随行的黑甲护卫 就留在义士大殿的门外 纪天行 云瑶和众位神徒们 跟着进入大殿中作陪 不一会尔 毕青和龙婆婆就在大殿里落座 龙婆婆坐在北方上守的主位 毕青坐在左侧的守卫 孟非就站在她身后 至于纪天行和云瑶等人 排长两列站在大殿中 双方坐定之后 龙婆婆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毕护法 你们二位万里迢迢 不辞辛劳地来到洛神山 想必一定身负重任吧 龙婆婆的这句话 表面听起来刻刻气气 可实际上话里带着刺 很显然 所谓的使团只有两个人 而且是不重要的角色 已经让她心中失望和不满了 第1740章溺水神剑 毕青却像是没听懂龙婆婆的话中之意 依旧面色平静淡然 她微微抬起下巴 神色肃目地道 龙婆婆所言极是 本座此次奉命而来 的确有十分重要的大事 龙婆婆挑了挑眉头 露出一抹饶有一味的眼神 不不知是何大事 还请毕护法直说无法 请听本座慢慢到来 毕青端起茶杯饮了一口灵茶 这才慢条思理地解释到 数月之前 本国的巡逻卫队 在边境之外发现了神兽的踪迹 将消息上报天绝山 天绝山派出强者和侍卫赶去调查 竟然发现了神兽琉璃火龙的踪迹 众所周知 琉璃火龙乃是上古神兽 极其尊贵罕见的神龙 自上古以后 龙族逐渐绝迹 现存于世的神龙不过无止之数 天绝山的强者和侍卫们 悄然追踪琉璃火龙 最终发现了他的老巢 就在茫茫神虚之中 听到这里时 龙婆婆和众位神徒们都为之动容 露出了惊讶之色 众人都不敢置信 神虚内竟然出现了神龙 而且是罕见的琉璃火龙 龙婆婆也忍不住追问道 庇护法 那琉璃火龙的老巢在何处 事后情况如何 你们得手了吗 庇护法露出一抹苦笑 轻轻摇头道 琉璃火龙的老巢 就在大名鼎鼎的火焰山中 那片区域 方圆数十万里都是火海 没人能进入其中 天绝山的强者和侍卫们 冒着生命危险闯入火焰山 却没能找到琉璃火龙的踪击 反而伤亡惨重 不过 他们离开之前 在火焰山的地底矿脉中 发现了一块天火琉璃真经 说完之后 毕清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一枚四方的檀木宝盒 摆在面前的桌案上 这枚宝盒十分精致华美 透露出奢华珍贵的气息 此外 宝盒中还蕴藏着一股非常狂暴 炽热的气息似乎随时都能爆开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檀木宝盒上 仔细打量的同时 暗中议论起来 天火琉璃真经 我听说过这种宝物 好像是千年一遇的顶尖宝石啊 是啊 这种珍惜罕见的宝石 能够锻造和炼制圣集法宝 绝对是西式珍宝啊 天绝山的人 带着天火琉璃真经来干什么 碧青见众人来了兴趣 不禁露出微笑 落着胡须道 龙婆婆 本作要把这块天火琉璃真经 作为礼物送给洛神山 这是天绝山的心意 也代表天绝神主的意思 还望龙婆婆能笑纳 说吧 碧青对身后的孟飞招了招手 孟飞顿时领会到她的意思 双手捧着檀木宝盒走到龙婆婆面前 恭敬地城上宝盒 众位神徒们都愣住了 显然没料到这个结果 既天行和云瑶也觉得意外 纷纷皱起眉头 龙婆婆也有同样的疑虑 当场皱起眉头 面色肃然的道 庇护法 正所谓无功不受禄 我们落神山不会随便收取礼物 再者 这块天火琉璃真经 是顶尖的炼器材料和宝石 价值珍贵 还请你收回去吧 碧青却摇了摇头 面带微笑地道 龙婆婆 这可是天绝山诚心十亿送上的礼物 还请你一定要收下 龙婆婆见她执意要送礼 便猜到了她的心思 不禁笑着问道 庇护法 你长途跋涉地赶到落神山来 恐怕不只是为了送礼吧 还有其他事 也请你一并说清楚 否则老身是不会收的 这 碧青顿时有些犯难 犹豫了片刻之后 才轻笑着道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龙婆婆的虎眼睛睛 那本作就直说了 这块天火琉璃真经 的确是天绝山送给落神山的礼物 不过 我们有个不情之请 希望落神山能帮我们一个忙 听到这句话 龙婆婆和继天行等人 心里都冒出相同的念头 果然如此 碧青早有预谋 呵呵 无视献殷勤 非奸及道 这个碧青恐怕不好打发啊 龙婆婆不动声色地望着碧青 沉生问道 不知天绝山需要如何帮忙 很简单 碧青露出一丝微笑 语气轻松地道 本作早就听闻 早在千年前 落水神主曾亲手炼制一件神器 名为溺水 那件神器蕴含着极致的冰雨水之力 可覆灭九天真火 与日月真灰 所以 天绝山想向贵国借用这件神器 以此镇压火焰山的无边火海 对付琉璃火龙 还不等碧青的话说完 龙婆婆当场就变了脸色 狠狠皱起眉头 碧护法 落水神主炼制出溺水剑之后 从未在人前动用过 贵国又怎会了解得如此清楚 看来 碧护法来之前就做足了功课 碧青察言观色 大概看出了龙婆婆的态度 说到龙婆婆说笑了 落水神主闻名天下 新手炼制的神器溺水 更是举世皆知 请龙婆婆放心 我们天绝山骑是想借贵国的溺水遗用 待我们攻入火焰山 俘获那条琉璃火龙之后 并然归还溺水神剑 另外还有仲谢 不等他说完 龙婆婆就摆手道 仲谢就不必提了 溺水神剑乃是神器 神主一直随身带着 不轻易是人 更不可能外戒 而且 老身也做不了这个主 还请必护法收回礼物 孟非一直捧着宝盒 处在龙婆婆的面前 净溺两难 见龙婆婆果断拒绝了 他不禁扭头望向壁青 壁青也皱起眉头 有些不悦的道 龙婆婆 我们天绝神国与贵国向来和睦相处 也算得上是世交了 即便在两国边境的接壤处 某些药山和矿脉出现了纷争 我们也一直本着以和为贵的原则 与贵国共同磋商 可如今我们有难处 想向贵国借用一件法宝 你就如此干脆地拒绝了 未免也太不尽人情了吧 礼不收这份礼物没关系 但是借溺水神剑的事 你最好还是请示一下落水神主 龙婆婆也皱眉望着他 语气肃然地道 庇护法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 你借神剑不成 还想拿两国边境的矿脉和药山来做药协